第四百六十一集 自己的生死似乎已经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了 难得的是凤九竟然还能够面不改色 甚至连眉宇都不曾动一下 如此沉稳冷静 是对自己的医术太过于有自信 还是说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蒙面女子的目光落在她脸上 眸色渐渐的深沉 宫女激旧冷声道 滚 还真是一个多余的字都不愿意说 这么霸气这么有性格 简直让凤九喜欢的不行 不过摆在眼前就有这么一道难题 如果蒙面女子拒绝自己的医治 启文帝还是会杀掉她 果然每次进宫都没什么好事 不是生命受到威胁 就是被威胁生命 恩 好像都是一个意思 娘娘 凤九原本想有点礼貌 好歹说一句 请容在下说两句 想了想 还是觉得算了 太啰嗦 一定会让眼前这三个人嫌弃 她直接道 娘娘宏图大志 为何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闭嘴 宫女眸色一沉怒道 滚 已经骂了三次滚 被骂的人脸皮都厚了 自然不可能就真的这样滚了 在下 制不好娘娘便是死路一条 所以 娘娘现在哪怕要杀在下 在下 也不能就这样滚了 那宫女顿时长下去力 说啥就啥 还真的是一点都不手软 凤九也不过是在赌一把 不过她说的没错 现在就滚 下场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 不赌也不成了 只是没想到 对方连片刻的时间 都不愿意浪费在自己身上 竟然 说动手就动手 毫无迟疑 凤九长下去力 既然游说没有半点用处 万不得已 也只能出手反抗 不过 今日不管是动手 还是不动手 也是注定要输得一败图定 出去之后 喜闻帝也不会放过凤九 和他所认识的一干人等 真是天降横祸 大公公见词 也是无能为力了 难得遇到一个神医 没想到 就要这样消失 但惹怒了娘娘 连她自己都吃不完兜着走 何必呢 大公公退了两步 算是彻底放弃了 宫女掌中真气凝聚 那一掌 眼看就要送出去 凤九掌中 也续上了真气 随时准备迎接这一掌 忽然间 一把淡然 清雅的声音响起 你不是她的对手 何必自取其辱 宫女文言 掌中真气一瞬间散去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 斯斯文文的少年 竟然还是个高手 其实凤九看不出来 两个宫女的武功修为 那宫女也是一样的 白衣少年的内心 平稳柔和 一点都不像是练武之人 却恰恰是这般 反倒是个真正的高手 若是真的 一点武功都没有的话 大概也不敢在他们面前 如此的平静淡然 此时的凤九 已经不是曾经 那个凤九而能比拟的 不管是身手还是内功修为 都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之上 宫女的内力收了去 凤九自然也能够让掌中的真气散去 再看那位蒙面娘娘 凤九心头涌起一丝好奇 不过 很好地被自己淡然的眼神 给掩盖过去了 这位蒙面女子 是绝对的高人 与她们又非是一个等级了 现在不打架了 凤九便立即抓紧时间 劝道 娘娘 既然是断定了 腿积不能医治 为何不给在下 一个机会尝试一下 哪怕 好 蒙面娘娘喊手道 好 大公公蒙了 两位宫女蒙了 就连凤九也蒙了 这算是答应了吗 凤九最先反应过来 立即将自己的药包取出 向蒙面娘娘走去 大胆 依旧是那位傲气的宫女 往前一脉 挡住了凤九的脚步 若是想让娘娘的腿可以好起来 就请不要阻拦 凤九诞言道 有性格是好事 但是太过于有性格 太过于霸道 有时候真的会坏事 让她过来 蒙面娘娘 倒像是特别好说话的样子 不过凤九知道 若是自己真的治不好她 却又碰了她的腿 这位娘娘想必出手比谁都狠 不需要了解 她就是知道 她一定可以做到非常狠辣 因为她的尊严高高在上 不容任何人见她 哪怕是一国之君的启文帝 说起来 那位皇帝先生 如今还厚在外头 就连门都不敢进 也是真的悲哀 凤九走了过去 在蒙面娘娘的腿边 蹲了下去 刚要将娘娘的裙摆掀起来 那宫女立即脸色一沉 我说过 若是真的想让娘娘的腿脊好起来 就请不要阻拦 你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 也会影响我治疗病人的心情 心情不好 医术也会变差的 你 竟敢说她叽叽喳喳 这少年竟是如此不怕死 站在另一旁 始终没有说过话的宫女 一挥手 那宫女便立即住了嘴 退到了一边 好像很怕她似的 大宫女瞅了大公公一眼 大公公心头一震 竟然低唇脑袋退了出去 连哼都不敢哼一声 车里的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威严 凤九还是想不明白 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看起来 比皇帝的身份还要崇高 大公公出了门 两位宫女也不再阻拦 凤九终于掀起了 蒙面娘娘的裙子 再将裤子挽起来 在两名宫女 虎视眈眈的目光之下 给蒙面娘娘眼插双腿 好一会儿 凤九才到 娘娘这是腿筋 被人残忍的挑断 哪怕已经是有数年之久 蒙面娘娘 脸色微变 气息如旧 倒是站在身边的两位宫女 一个比一个气息粗重 明显是在压抑着怒火 看来当初真的是被人害到如此的地步的 而且那个人恐怕是对他们有着深仇大恨 一个深宫娘娘 怎么会如此 难道又是南门戎那妖孽在作祟 不过这位娘娘看起来武功极高 身后就全部都是高手 最难得的是 启文帝对她如此尊敬 倒也不像是南门戎可以轻易伤害的人 到底是谁毁了她的双腿 以至于她身边的人都怨恨至此 你若是真的有心 要给我治病 那就收敛好你的花花肠子 好好治 否则 我第一个不放过你 蒙面娘娘 垂眸盯着蹲在自己腿边的凤球 眼眸微微眯起 我的手段 你一定不想尝试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黄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拈花惹笑 播讲 一刀酥酥 一种侃侃 后期 千雪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462集 好奇心 每个人都会有 我若说我一点都不好奇 娘娘你的身份 说了 娘娘也不会相信 既然这样 何必欺骗 凤九 终于是收敛好心 专心地看着蒙面娘娘的腿 脚筋被挑断 还是以极其残忍的方式 当初一定是被连皮带肉一起伤了 皮肉被挖出了一大块 不过 这位蒙面娘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功修为特别好 当初那么严重的伤 竹筋 竹筋 也不过只剩下一道伤疤 伤疤很丑陋 大概是主人自己也不在意 所以 只要伤好了便好 至于伤疤什么的 根本不在意 不过 皮肉伤是好了 内力的筋 却断了 脚筋断了那么久 现在 才要说医治 很难 我只有三成的把握 检查完毕 蹭九道 站在两旁的宫女一愣 竟有点 不敢相信 那位稍微年轻点的宫女 脸色一沉 又开始 想要发飙了 又要信口开河 你们激动 那是因为任何大夫一看 都会立即摇头 说治不了 两名宫女 眼底略过了一抹黯然 至少 蹭九这话是说对了 所有的大夫都看过了之后 第一句便是 恕我无能为力 所以 白衣少年这三成 对他们来说 绝不是什么失望 而是 从未有过的希望 不过 大家还是觉得 不太保险 毕竟 现在说什么 全凭白衣少年一张嘴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为了保命 随便乱说的话 年少的宫女 促眉问道 我若是为了保命 就该跟你们说 有五成的把握 凤九 放下蒙面娘娘的裤子 又将外头的裙摆放下 这才站了起来 看着蒙面娘娘 披脸虔诚 我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在皇城 娘娘不必担心 我会跑掉 但有些药 我必须要亲自回去准备 方才能给娘娘治疗 不成 年少的宫女不悦道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住在这里 需要什么药 我们会让人给你送过来 你要什么都可以 不成 凤九 脸色虽然未曾有丝毫的改变 但话语是坚定 不容置疑的 我还有自己的生活 还有自己的事业 不可能为了救治娘娘 将一切都放弃 放肆 年少的宫女 差点又要动手了 这白衣少年的态度 简直是从未见过的嚣张 娘娘何等尊贵的人 只要治好娘娘 这少年要什么没有 还需要自己什么事业 更何况 现在这般 自然是要救治娘娘要紧 怎么可能还放她离开这里 甚至要离开皇宫 还有 万一她出去了之后 将娘娘在这里的事情说出去 该怎么办 凤九不看那宫女 只是看着蒙面娘娘 娘娘的身份固然尊贵 但是凤九就算只是一介平民 在凤九的人生中 我的主角依旧是我自己 而非娘娘 这话 显示大胆到无法无天 在这个弱肉强时 任何人 事物 都分尊卑的年代 分明就是一种 对贵族 甚至对皇族的挑衅 可 就是这么放肆的话语 竟然让人无法反驳 凤九这话 说的有毛病吗 谁的人生 主角还不都是自己了 就算是最卑微的奴隶 这活着也是为了自己呀 退一万步来说 哪怕是最善良 最愿意为旁人着想的 这做善事 不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过 为了让自己满足 只是 这样的话语 从未不曾有人说过 在天家国土之内 除了皇帝 还有谁敢如此说 蒙面娘娘盯着凤九 直直盯入她眼眸的最深处 凤九 也是大方的迎视着 她的目光 不闪不躲 问心无愧 良久 蒙面娘娘忽然薄唇勾起 哪怕是隔着面纱 竟似乎也能够感觉到她愉悦的心情 好 我准许你离开 娘娘 这一次 就连年纪稍长的宫女 撇变了脸 其道 娘娘的秘密 不能 她能知道什么 深宫里 一个身份神秘 换了腿疾 竟然还能不尊重 启文帝的娘娘 蒙面娘 摆了摆手 靠在椅背上 前笑 我的人生 也不该全部都是躲避和不安 不是吗 谢娘娘恩典 不等两名宫女说出什么 凤九 已经冲蒙面娘娘 亲了亲身 认真道 娘娘的腿疾 我一定会时刻放在心上 只要需要的东西准备妥到 就会立即前来 给娘娘治疗 去吧 娘娘 两名宫女 依旧想要劝阻 蒙面娘娘 却没有心思再说什么 随手拿起了一本书籍 翻阅了起来 看得如此全神贯注 房间里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两名宫女 连呼吸都不敢用力了 生怕妨碍了她 看书似的 凤九 九柱一倒 蒙面娘娘看的是兵书 她竟然看兵书 这位娘娘 真的很神秘 也很神奇 那 娘娘 是否可以请这位姐姐 戴维和圣上说一声 让我先离开这座宫殿 临走前 凤九道 年长的宫女 哼了哼 几分不屑 她不如那位年少的宫女 那般浮躁 但是对于凤九 要离开这件事情 那是万分不愿意的 娘娘在这里这么多年 凤九是第一个进来 而没有被灭口的外人 当然 灭口这种事情 根本不需要他们来做 全部都是启文帝 自己命人给完成了 就算他们没有有意放过 启文帝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来过的外人 现在 凤九尚未治愈娘娘就想着离开 竟然还想 借由她来保证自己可以安全离开 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可是 半炷香之后 凤九确确实实从那个类似冷宫的地方离开了 而且确实也是那位年长的宫女 心自让启文帝放人的 蒙面娘娘的命令 大宫女不敢不从 至于启文帝那边 虽然也是很犹豫 不过 再放了狠话 只要有任何别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一定会让人将天机堂铲平之后 还是放人走了 凤九 在大公公的带领之下 从幽深的小镜出来 辗转回到了启文帝的寝宫 这才换了一个小太监 领着凤九从启文帝的寝宫离开 这样子看起来 就像是凤九 一直待在圣上的寝宫里 这个时候才离开那班 那是什么人 为何从圣上的寝宫离开 远处 一个人住了步 盯着凤九的背影 眯起了眼眸 这背影 为何如此熟悉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古言穿越小说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许 第四百六十三集 凤九儿 南门戎 脸色大变 连想都不想的 一跃而起 向那位白衣少年 略了过去 半年不见 他的功力 并没有多少进步 但他本身就是个高手 所以这一掌机就是十分的灵力 带起来的风声 将走在凤九跟前的小太监 压得咚的倒在了地上 一股血气翻腾 哇的吐了一口鲜血 凤九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就像是根本不知道身后 有人在偷袭那般 不过 他在疾风中脚步沉稳 丝毫不见 有任何凌乱的姿态 可见这足下的功夫 也是厉害 谁也没料想到 荣飞会忽然出手 更不知道 那位白衣少年和荣飞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过 白衣少年 是从圣上的寝宫出来的 难道 是因为荣飞 妒忌一切得到圣上宠信的人 以荣飞这么多年来 霸道未变的性格 倒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可惜了这少年 看着气质不凡 好看得紧 没想到 就要命丧于 荣飞的掌下 难门荣也没想到 凤九儿会不还手 就算凤九儿的武功不如他 但却也不至于 连还手都不能 终于 在他那一掌 快要落在凤九儿头上时 凤九回过头 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不是凤九儿 这张脸 根本就不是 这是怎么回事 他认错人了 荣飞一阵错愕 可是掌风已经落下 这一掌又是用尽了他十成的功力 这个时候收回一定是会伤到自己的 荣飞是什么人 自然不会为了一个无辜的人而选择伤害自己 所以就算明知道认错了人 这一掌也是不可能收回去的 凤九眯起眼眸 盯着随风袭来的南门戎 半年不见 这个女人依旧是那么恶毒 那么野蛮不讲理 刚才南门戎眼底的错愕 他看得清清楚楚 三明是意识到了自己认错人了 却为了不让内力反噬到伤到自己 宁愿挫杀无辜 这种人留在世上简直就是祸害 他长下瞬间凝聚起真气 辛仇旧恨 原本真的很想一掌将这个老妖婆送上西天 但这一掌送出去的时候 硬是被他收回了三成的功力 这个时候杀了南门戎 整个天机堂都要跟着遭殃 可南门戎当初害死他娘 这个仇他不可不报 轰的一声巨响 两人的掌力撞击在了一起 周围的气息瞬间凝结 却又在凝结之后像是刹那间炸响了起来 扑啼声 南门戎吐了一口鲜血 身形在半空微微一顿 之后如箭一般被弹飞了出去 没多久他的一声重重跌落在地上 来人 有刺客 有刺客 老嬷嬷一阵的呼唤 十几名侍卫立即涌了过来 将凤九围在战圈中 可这会儿谁也不敢先动手 娘娘还没有开口说什么呢 更何况这白衣少年 刚才是从圣上的寝宫出来的 看样子是圣上宣入宫的人 至于荣妃娘娘 刚才是荣妃娘娘莫名其妙先动的手 这会儿也不知道究竟要不要将白衣少年给扣押起来 可就连荣妃在她的手底下 也过不了一招 就凭他们 真的可以将她拿下 娘娘 宫女和老嬷嬷慌忙赶了过去 想要将她扶起来 可荣妃根本站不起来 此时此刻气血翻涌 根本就不能被人搀扶 宫女扶了一把 南门戎只是觉得胸衣间的血气翻腾得更加厉害 哇的一声 又是一口鲜血吐出 那宫女看得一阵心慌 手一松 咚的一声 南门戎再一次跌倒在地上 于是她嘴一张 另一口鲜血又涌了出来 场面腥红一片 实在是让人不忍直视 嬷嬷气得恨不能将这个宫女给砍了 来人 把她拖出去 乱棍打死 立即有两名侍卫赶来 拖着哀嚎求饶的宫女 拖到远处去了 那位领着凤九出门的小太监 已经爬了起来 好不容易理顺了气息 这才想起来 刚才自己都看到了什么 他竟然看到凤九先生 一掌将荣妃娘娘打倒在地上 还打得吐了血 这还了得 要是南门一族的人追究起来 那自己岂不是也要像刚才那位宫女一样 被乱棍打死 给本宫杀了这剑名 南门戎好不容易才能开口说上半句话 可这一开口便是要人命的话语 虽然这话是断断续续的 但是荣妃娘娘的话大概还是不敢不从吧 侍卫们刷刷刷地将长剑拔出 剑尖都对准了凤九 住手 忽然 一个小太监尖锐的声音响起 众人回头 竟看到一队人马正在往这边走来 再看清楚点 便看清楚了 是青贵妃 凤青音的出现 伴随的总是一种辉煌的感觉 宫女太监侍卫 一个都不能少 她好像特别喜欢这种万千光耀 给予一身的出场方式 依旧是踩在小太监的背上 从预念上下来 走到哪里都是宫女侍卫成群 就连在皇宫中也是一样 可见她在后宫的地位有多高 这不是荣妃吗 坐在地上做什么 这是要给本宫行大礼 看到荣妃坐在地上 凤青音眼唇一笑 一副大方优雅的态度 免礼了 起来吧 南门蓉气得几乎又要吐血 谁要给这个贱女人行礼来着 要她南门蓉给她行礼 她算老几呀 当年自己当皇后的时候 她凤青音还一直跟在她的屁股后边 天天巴望着给她擦鞋呢 现在不过是伺候了那个窝囊皇帝几天 竟然就以为可以爬到她的头顶上了 扶本宫起来 南门蓉咬着牙 努力地将自己翻腾的气息给压下去 几个宫女老嬷嬷立即过去 小细意义地想要将她扶起来 不料凤青音脸色一沉 身边的宫女已经不阅当 当死 见到贵妃娘娘 还不行礼 这宫女说话的对象 只是南门蓉身边的人 可刚才南门蓉已经说了 要这些人将自己扶起来 现在要他们给凤青音行礼的话 到哪里还能扶南门蓉 该死 居居一个低贱的宫女 竟然也敢在她面前放肆 南门蓉气得心血一阵翻腾 咬牙道 来人 把这个贱臂拖下去 乱滚打死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播讲 一刀酥酥 一种侃侃 后期 鲜血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四百六十四集 参见荣妃娘娘 不得不说 凤青音身边的宫女还真是嚣张 面对曾经在后宫呼风唤雨 指手遮天的南门蓉 竟然不慌不忙 她甚至前笑问道 不知道奴婢犯了什么错 值得荣妃娘娘要将奴婢治死罪 这话让南门蓉身边的宫女嬷嬷们一个个气得红了脸 却又无可奈何 现在问题是 到底要不要给清贵妃行礼呢 荣妃摆明了 不给清贵妃面子 自己身为荣妃的人 要是给清贵妃行了礼 恐怕以后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 按照荣妃的脾气和残忍的手段 谁给清贵妃行礼 没准立即会被处死 但眼前这位后宫心尽一把手清贵妃 似乎也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人 这处死什么的 恐怕也是随时有可能的事情 窗方僵持不下 那边围着奉九的侍卫 现在也不知不觉间都散开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奉九看了小太监一眼 小太监只是低唇脑袋不说话 当然了 这种时候一个字都不敢多说 奉九转身往宫门的方向走去 她是跟随大公公进宫的 就当是自己记性好 还记得出宫的路 反正她确实记得 这两个女人狗咬狗的 她看着也没什么意思 让他们自己咬个够吧 要是等他们咬完了 自己还在这里的话 没准一会儿又来咬她了 疯女人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有时候真的和疯狗没什么区别 小太监见自己要送的人正在离开 她犹豫了下 也慌忙冲两位娘娘攻了攻身 便赶紧追上奉九的脚步 是大公公让她将人送出去的 她现在也不过是在执行任务 并无犯错 奉九也没想到 自己真的可以这么顺利走出皇宫 看样子 奉青因和南门戎的薪酬旧恨 多得数不清 这会儿也没工夫理会她了 公公 就送到这里吧 有劳了 走到门口 奉九忽然转身 冲小太监一笑 那小太监被她沉边绝美的笑意 弄得有几根晃神 在回神的时候 奉九已经走远了 这白衣少年 简直是男女通纱 有点阴柔的美 又有点阳刚的气息 总之 怎么看都好看 奉九从宫门走出去 远离皇宫 前方一大片区域之后 回头望望 才倾吐了一口气 总算是走出来了 其实今日还是很显的 一个不慎 允许人已经死在了宫里 就连启文帝后面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她离开 奉九也是不确定的 只能看那位蒙面娘娘 在启文帝心里的地位 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此重要 如今看来 确实是很重要 至少她安然无恙的出来了 再看一眼 那座宏伟森严的宫殿 她立即转身 沿着大街 往天机堂的方向走去 这个年代没有手机 完全无法自由通信 只怕天机堂那几只都要急死了 她出门的时候交代过 绝不能主动靠近皇宫 以免引起怀疑 所以乔木和小樱桃他们 只能在天机堂肝挡着 别的什么都做不了 奉九不绝间 加快了脚步 未料 才刚走了没多远 便感觉到身后一股 纯然冰冷的气息 在靠近 她住了步 回头看着来人 若不是这个人主动现身 她大概才察觉不到 她的存在 如此内力和轻功 简直无可挑剔 今夜 她穿着最简单朴素的玄黑衣袍 没有金丝玉薄 更没有带任何人 可就是这般淡然走在街头上 就已经成就了这一方的绝世美景 她走在黑夜里 今夜 依旧只有自己一个人 明明就是平民男子的装扮 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你都不会觉得 眼前的男子 真的只是个普通老百姓 这一身浑然天成的贵气 将她简简单单 简朴的衣着 给彻底出卖了 凤九看着她走到自己面前 两道视线触碰到一起的时候 她的意识 有片刻的恍惚 恍惚过后 心情有点复杂 今日在启文帝的片殿 她说走就走 连头都不回 也不多看她扮演 那个时候 凤九真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可她不知道 她一直等候在这里 怎么能确定 我能活着走出那座宫殿 她忍不住问道 湛青城垂眸看了她一眼 想说什么 最终竟然只是一抿唇 什么都不说 举步往前方走去 这是要亲自送她回天机堂的意思 凤九实在是看不透九皇叔的心思 九皇叔到底是认出了她 还是依旧没有认出来呢 她跟了上去 忽然就来劲了 王爷 你看起来好像很闲的样子 对方依旧不说话 这么冷傲 却又偏偏 跳在这里等她 哎呀 和这种闷葫芦相处 真的是很容易憋死自己啊 凤九抬头看了她一眼 虽然自己穿着内增高 如今目测至少 有一米七级的高度 可是要和九皇叔说话 今就得要仰望 她真的很高 高高在上 却又那么孤单 王爷用过晚膳了吗 微疼 凤九心头微动 有点心疼了 何时等在外头的 出门之后 她的声音 如同她的脸 没有一丝情绪的起伏 毫无波澜 到一如死寂的冰山 她其实是有点感动的 谁能不感动的 只是这会儿 可不是乱发情的好时机 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 凤九忽然提议道 湛青城没心轻醋 似乎有点不乐意 她昨夜说了 今日继续给她做好吃的 凤九不知道 她在想什么 以为她生来尊贵 不愿意是外头 那些平民百姓吃的东西 她笑道 我带你去吃大排骨面 保证好吃 走吧 心情有点太放松 一不小心 就像从前那样 掀起了九皇叔的手 往她熟悉的店面走去了 凤九没有注意到 湛青城却一直盯着 那两只牵在一起的手 她的粗力宽大 她的纤细弱小 如此牵着 就像是彼此找到了生命的另一半那般 犹若天注定 看了片刻 她终于收拢起五指 将她的小手 反握在掌中 不理会街上 那些投过来的异样的目光 走在她雀跃的身影旁 心满意足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哇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播讲 一刀酥酥 一种侃侃 后期 鲜血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四百六十五集 一家面馆 不算是街边的小拍档 也不算是什么高级的茶楼 总之 就是真的 只是一家小面馆 客人三三两两 桌子之间的距离 有点窄小 尤其是九皇叔 这身形实在是太过于高大 坐在小桌子旁 简直就像是坐在了孩童玩耍的桌椅上一般 九 九爷 你可别介意啊 虽然面馆的环境一般 但是 这绝对是我在皇城 吃过的最好吃的面 凤九冲她一笑 小心翼翼的安抚着 生怕这尊大神忽然会不高兴 一挥衣袖就要走了 战青城看着她 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很不喜欢身边偶尔有人走过的感觉 有些人走过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她 立即会让她浑身的寒气顿起 谁再是不喜欢被人碰到 凤九当然知道 九皇叔最讨厌身体 是和别人有任何接触 现在 能够坐在这里 没有立即离开 已经是很出乎她的预料了 带她来的时候 还真的是没想起来这一点 就只是想着这里的面真的很好吃 所有好吃的东西都想和九皇叔一起分享而已 现在是后悔了 但是面已经叫上了 那个忍耐一下好吗 九爷 要不我和你换个位置 这里靠内 应该不会被碰到 凤九站了起来 就想跟她换个位置 湛青城却纹丝不动 淡淡地瞅了她一眼 一过来 难道就不会被人碰到 我不在乎啊 其实也没有碰到 只是人在背后走过 偶尔可能会衣服稍稍地碰到衣服而已 他是不在乎的 可九皇叔肯定是在意的 九皇叔有点洁癖 要换了平时是绝对不会允许 有人侵犯到他自己定义的安全范围内的 至于那个安全范围 当然至少要在五步 甚至十步之外 现在这个距离 有时候连一步都不到 他的九皇叔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没有当场一脚将人给踹飞了出去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不过来这里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不会武功的 这要是真的被九皇叔踹一脚 哼 不死也得重伤 主爷 你来捂这里 坐下 湛青城瞅了他一眼 目光有点严肃 九 凤九一愣 被他冷嗖嗖的目光一扫 立即二话不说 坐了下来 再看他身后小心翼翼 走过的那个小伙子 心情有点复杂 九皇叔浑身寒气 人家从他身边经过 也是能感受到的 可他竟然还不愿意和他换位置 嗯 是怕他坐在那里 会被人碰到吗 为了不让他被碰到 他宁愿忍受被陌生人碰到的不是 哇 他的九皇叔 为什么总是这么好啊 可现在 凤九也不知道 九皇叔究竟是什么意思 究竟是不是已经将他给认出来了 关于这件事 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凤九自然也是不敢问 究竟是真的认出来了 还是只是因为自己昨夜 让他在房中睡了一久 可他是个男子呀 九皇叔连对男子都这么上心 不过 九皇叔对一个男子上心 总好过对其他女子动心 哎 无缘无故的 竟然自己吃起自己的醋来了 很快 热腾腾的大排骨面上来了 还有一份明炉红烧大排 火焰在炉子里燃烧着 上头的大排骨还冒着蒸腾的水汽 凤九给湛青城 夹下来一大块肉 放在他备用的空碗里 九 九皇叔这三个字 差点脱口而出 把他自己几乎都给吓坏了 不能这么放松 一定要谨慎 要不然真的会露馅儿的 答道 九爷 尝尝这里的大排骨肉 很出名的 卖相自然是没有九王府厨子做的好看 但是真的很好吃 尝过就知道了 战青城盯着碗里那块大排骨肉 眼底透着点点咸气 凤九就知道 九皇叔有洁癖 看着被烧得有几分烂透的排骨 还有烧出来那种带着点点暗沉乌黑的颜色 他一定会嫌弱 他动手抓起自己的大排骨 冲他一笑 真的很好吃 我先吃给你看 一口咬在大排骨上 牙齿撕下来一大块 吃得还挺香 就是这吃相有那么点不好看 凤九吃得兴起 没注意到 坐在对面的角色男子 一直盯着自己看 目光深沉 等他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 抬眼看去 九皇叔已经收回了目光 盯着大排骨瞅了一会儿 终于忍着不适 一口咬了下去 吃相和他一样的不好 可是为什么就是这么好看呢 看九皇叔吃东西 简直就像是看着人间心境一般 凤九很快就发现 不仅仅自己看呆了 就连周围的姑娘们都看吃了 一个个看着九皇叔吃肉 看得两眼发直 眼里仿佛长着一棵桃树 桃树上开满了桃花 凤九的目光 又回到九皇叔的身上 他的两片唇瓣 比桃花花瓣还要粉嫩 比果冻还要鲜美 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吃肉的时候 唇瓣上一笔小心 粘上了点点油渍 不仅不损坏他的绝美 反倒给他添了一抹 无辜的孩子气 勾得每一个看着他的姑娘 母爱大发 恨不得冲过去 亲自给他将唇瓣上的油渍 给擦干净 不 好想帮他舔干净 咳咳咳 凤九 猴尖一紧 被自己放肆的邪恶的念头 给吓坏了 慌忙收回目光 连看都不敢再看他一眼 怎么会想着给九皇叔将唇瓣的油渍给添干净 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一眼九皇叔 他都在想什么 怎么会老想着将九皇叔的唇瓣吃进自己的肚子里 他真的 真的太放荡了 湛青城 眯起眼眸 盯着他忽然变得红扑扑的小脸 没有 有点 那个 我不知道 凤九 呼吸很乱 唇干舌燥的 一把端起桌上的杯子 将茶水狠狠地灌进肚子里 九皇叔 简直就是紧走的吹药 看一眼 就让姑娘们浑身发热 恨不得 扑倒他 压上他 蹂躏他 吞了他 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 这一次是真的被呛到了 被茶水呛得猛烈咳嗽起来 凳子忽然被人一把拉了过去 凤九还没有回神 并已经连人带凳子 一起被拉到他的身边 湛青城的大掌 落在他的背上 轻轻拍了起来 那温柔的模样 让周围的姑娘顿时一阵心碎 这么温柔 这 这是机友的意思吗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制作 千雪 第四百六十六集 一个绝美无双 尊贵魅力浑然天成的男子 一个白皙漂亮 风度翩翩的少年 两个人在人群中都那么抢眼 随便一个都足够让姑娘们疯狂爱慕的男人 居然坐在一起如此亲密 怎么忍 能忍吗 怪不得姑娘们总是找不到俊美的如意狼军 却是因为这些如意狼军自己都已经配成对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就不能将它们拆开配给姑娘们吗 如此断秀简直是爆炼天物 好想将它们分开一个一个抱回家 嗯 放酒 一张脸因为九皇叔的靠近 愈发的红润 有光泽 缓过来了一口气 他立即往身侧一躲 慌忙道 嗯 好 已经好了 九爷 没事了 凳子 也往原来的位置 拉了拉 离他稍微远了些 生怕两个人太过于亲密 会引起误会 一顿晚饭吃得有点心惊胆战的 因为九皇叔时不时的看他两眼 弄得凤九一张脸红扑扑的 脸色就没有正常过 好在后来九皇叔似乎发现了东西 且挺好吃的 总算是放过了他一张脸 对大排骨面专注了起来 凤九这也才有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 饭壁 两个绝色男子走出面馆 走过大街走进了巷子 不料却被一群大汉给堵在了巷子里头 结色 啊 虽然对于两个男子来说 这个念头有点怪异了些 但是有九皇叔在呀 九皇叔这姿色绝对是男女通杀的 万一碰到的就是喜欢美男子的壮汉呢 也不知道 凤九的脑袋是不是真的这么乌鸦 竟然想什么来什么 我一手的大汉盯着战青城的脸 哈拉子都要留下来了 这小兄弟很是美带啊 过来陪大哥去喝两杯如何 凤九找不到词来形容自己这一刻的心情 这些人连九皇叔都敢调戏 不想活了吗 战青城面无表情 但杀气已经在无形之中凝聚了起来 大汉身后的男人却盯上了凤九这张精致好看的小脸 虽然另一个长得真的真的真的是很好看 可是这么高大的身形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驾驭不来 他更喜欢这个小巧玲珑的 巧家伙 也带你去玩玩好不好 不怕死的几个家伙 大步向凤九走去 如果九王爷刚才只是眼底透着一丝杀气 那么这一刻 他是浑身上下全部都是杀气腾腾 甚至一副要撕人的模样 右手一瞬间握紧 要命的掌力就要送出去 忽然 一只小手握住了他的大掌 轻轻捏了捏 你是九爷 所以 这一身绝世武功 就不要随便显露了 轻易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这次九皇叔回皇城 恐怕 想要除掉他的人比从前更多 而他就孤身一人出门 虽说九皇叔的武功绝世无双 但是名枪一挡 暗箭难防 还是不能太随意的 更何况 若是让有心人知道了 他和九王爷 私下里在一起 他的麻烦也会随即而来 会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九爷 不如我们 凤九拉了拉他的手 往后退了半步 就在那几个大汉 要靠近他们的时候 凤九猛地一拉战青城的手 笑道 逃吧 这绝对是九王爷 九生以来 第一次逃得这么狼狈 也是第一次逃得如此开怀 被一个白衣少年牵着手 像个矛头小子一样 被一群大汉追杀 不 是追着劫色 这种事情说出去都没人敢相信 他自己也不信 他们从小巷子里逃出来之后 没有用武功 也没有用轻功 就真的一路跑过去 路上虽然行人落异 可谁不知道 那几个壮汉 是这一代的地痞流氓 谁也不敢出手相助 更何况 这两个角色男子 眼角眉梢都有效应 一点都不像是在逃命的模样 看起来 更像是在逗着身后那些人在玩 那个穿玄黑色衣袍的男人 当他的唇角 一不小心 剃出几缕笑意的时候 这周围的风景 就都像是忽然间 光亮了起来那般 天地因他的笑而笑 因他的眉宇间的光泽 就连月色都变得一样的亮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九皇叔腿太长 明明都是一致的步伐 可到最后竟然是九皇叔在牵着他头 凤九 有点嫌弃自己的小短腿 虽然在姑娘当中 自己的腿已经足够的长 可是在九皇叔的黄金大长腿面前 真的是不够看 人家一步 他几乎要迈上两步才能追得上 追到后来 凤九气喘吁吁的 几乎连跑都跑不动了 就在凤九 累得想要放弃 直接用轻弓跑起来的时候 忽然腰间一沉 之后身子一倾 他眨眨眼 再眨眨眼 耳边的风声不断 不算很大 因为速度不若平时施展轻弓时快 他们只是在跑 一路跑过去 虽然速度已经到了跑步的极限 但是依旧是跑步 所以风声不大 可让他震撼的是 不是耳边的风声 而是他竟然被人咔了起来 他坐在了九皇叔的手臂上 九皇叔单臂抱着他 继续往前跑 这画面应该是很拉风的 娇小玲珑的姑娘 坐在身形齐成的绝美男子肩膀上 那男子抱着姑娘快步跑过 脸不红气不喘 陈泰还是那么俊意动人 难道不该是男人倾现的画面吗 可是 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得近呢 尤其是在看到路过 愕然到极点的目光 盯着他们看的时候 凤九几乎是刹那间的想了起来 自己现在还是个男子啊 喂 他一个男子 坐在另一个男子的肩膀上 这 这以后叫他怎么出来见人呢 还能在皇城混下去吗 九 九 九爷 放我下去 他也能跑的 大不了施展轻功呗 这年头谁还不会点轻功了 现在这样 他坐在九皇叔的肩膀上 九皇叔扛着他走 岂不是更加引人注目 谁料 那个一向是话少到西末如今的男人 竟有点任性的丢了一句 不放 九爷 我自己可以跑 本 本王就喜欢扛着你跑 这是故意的吗 绝对是故意的吧 九皇叔你这么调皮真的好吗 两个男人这姿势 还真的会被当成机友的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四百六十七集 这应该是凤九认识九皇叔以来 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接地气的一面 因为不用轻功 他抱着他纯粹用体力在跑 从大街一路跑过去 拐过了几条街 到达天机堂后门的时候 脸上额上已经是满满的都是汗 等 等一下 九爷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这家伙 竟然扛着他 就想走进天机堂 不知道天机堂里有无数的人认识他吗 战青城 住了步 瞅了他一眼 这才手臂一松 将他放在地上 双脚落地的时候 总感觉有一种回到现实的感觉 只是离开九皇叔的怀抱 又像是少了点什么 忽然间心头都变得空荡荡的 不过眼前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再不阻止 九皇叔真的就要这样进去了 九爷 你不能就这样进去 你 他凑眉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难以继续拒绝下去 凤九早就知道 只要九皇叔一皱眉 全天下所有的女人都会为他心疼 只要九皇叔一难过 所有的姑娘都会跟着心碎 他实在是说不出半句拒绝让他进去的话 但是这样大咧咧地走进去 真的会惹来很多的麻烦的 九爷 你等我片刻可以吗 就一会会 站在这里等我 别走开 他没有说话 但凤九知道 九皇叔是答应了 让他在树下召战片刻 他立即迈步进了门 好歹得要给他拿一点帽子什么的 能挡一下 试一下 总好过真的就这样进去 对吧 凤九刚进门 还没有来得及回自己的房间 便见雪姑从她的房间的方向匆匆赶来 雪姑 找我什么事啊 鲜少看到雪姑神色如此焦急 凤九立即迎了过去 他 雪姑沉默片刻 忽然一把扣住凤九的手腕 你去看看他 出事了 那是西乡最偏僻的角落 这个房间 平时并没有多少人靠近 一般情况下 也只有雪姑一个人经常会来这里 这里住着一位男子 长得其实很距异不凡 但却因为性格孤僻 整个天机堂这么多人 除了雪姑和凤九 谁都无法靠近他 只要感觉到有陌生人靠近 他随时都会攻击对方 于是 这个屋子虽然也在西乡 却像是独立分开的一角 幽静到几乎死寂的地步 凤九和雪姑推门而入的时候 恰逢床上的男子 冲破雪姑封下的穴道 正一头往墙壁撞去 不要乱来 雪姑吓了一跳 一步掠了过去 终于在男子的头 快要撞上墙壁的时候 险险地将他拉了回来 只是 男子撞击墙壁的力道 实在是太大 雪姑这一扯 砰的一声 男子直接撞在了雪姑身上 他张了张嘴 忽然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 猛地涌出 就连雪姑 也觉得胸翼间 继续翻腾 被撞得差点吐血 这男子的撞墙的力道 有多大 可想而知 这样的力道 根本就是不想活了 九儿 你快给他施针 压制一下骨毒 雪姑急道 凤九 早看着雪姑 去拉男子的时候 就已经将随身携带的针包取出 在男子第二次 想要发狂之前 他快步走了过去 银针 在男子的紧窝上 扎了下去 银 你答应过 不会忘记 你忘了吗 说话间 第二 第三枚针 也已经落下 深深地扎入银的穴道中 银 一双眼眸 星红如火 身上的青睛 一阵一阵地暴露 已经痛苦到了极点 往常 他都是月圆之夜 才会发作 所以今夜 放久也没有在意 毕竟 这月圆之夜 还有好几天 没想到 他竟然提前发作 难道 鼓毒又生了变化了 听话 不要放弃 忍一忍就过去了 一定可以熬过去的 凤九的指尖 在头顶上落下 在银针落下的周围 用力按压了起来 帮助他将多余的真气 汇聚在了头顶 经由他的推拿 渐渐地散去 他的声音 对炎来说 也像是有种特别安抚的力量 他那双星矛的眼眸 睁得大大的 手抬了起来 别慌 我说过会治好你 就一定会治好 不要慌 凤九握了握他的手 原本只是想给他点安慰 不想 他握住了他的手之后 就像是溺了水的人 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沫一般 再也不愿意放开了 凤九无奈 只能一边握着他 一边提右手给他推拿 目前这种情况 每次骨毒发作 他虽然可以给他施针 但是施针对于压制骨毒的效果 并没有那么神速 需要时间 这段时间里 就得要靠盐 自己努力熬过去 凤九只能给他减轻一点痛苦 但大部分的痛苦 还是需要他自己来承受 自己来消化 我会治好你的 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 凤九的声音 就像是带着魔性一样 在眼的耳边悠悠响你 他的眼眸已经腥红 但是眼底的绝望 终于散去了些 大掌握住那只小手 指尖仍旧是因为痛 而不断地在颤抖 但他努力地让自己冷静 至少让自己看起来 不要那么狼狈 他相信他 一直都相信 否则也不会撑到现在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只握住他手的大掌 渐渐松开了 再看着坐在床上的男子 他双目紧闭 鹅角儿脸上 依旧全部都是冷汗 不过 这会儿是睡过去了 雪姑松了一口气 立即端来一盆热水 拧上毛巾 给他擦了擦脸上 鹅上的汗珠 凤九这才将银针收回 两个人扶着他 让他慢慢躺了下去 雪姑给他盖上被子 看着他苍白的脸 心头一阵愧疚 若不是我当初将你的骨毒 转到他身上 他也不至于会落得如此地步 雪姑现在是真的很惭愧 最惭愧的是 他当初的骨毒转嫁术 并没有做好 如今炎身上 有变异未知的无情骨 而凤九儿身上的无情骨 却没有彻底清楚 不是你的问题 凤九抬起手 在鹅脚上抹了一把汗 刚才看到鹽这么痛苦 他心里也不好受 他如此信任自己 可直到现在 他依旧没有找出 彻底解除骨毒的办法 他 只是给他一点活下去的勇气 这个男人以前看着冷心冷情 甚至是残暴不仁 但没想到 骨子里竟然还有 如此干净纯粹的一面 想当初 又有谁能相信呢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68集 见雪姑如此自责 凤九道 无情谷原本在我身上 如今他这般 也是我连累的 与你有什么关系 雪姑却摇摇头 当初进行谷毒转嫁的时候 你并非清醒 你若清醒 怎会允许我做这种事 没错 当初将凤九体内无情谷转移的时候 凤九还受着伤 还在昏迷中 其实那一意 伤得何止是凤一男一人 谁也没想到 九王爷军队里 竟然还有 想要凤九儿性命的人 再加上 当初拓把可言 想要将凤九儿活捉 下了死令 要将凤九儿带回 只要活着 不管伤得多重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柔和的士兵 一个个恨不得 将凤九儿盯在长剑上 只要带回去的时候 还活着便好 背负受敌 再加上 要护着被冷剑 伤到的凤一男 那个时候的凤九儿 步步艰辛 身上也是伤得不轻 若非雪姑去而复返 凤九儿这条命 定也是保不住了 九王爷军队里的杀手 一直在追杀凤九儿 拓把可言 也亲自带着人追来 阴差阳错的 雪姑竟将拓把可言生擒 在胡双带人的掩护下 直接躲进了蝴蝶谷 之后 也是在胡双的帮忙下 在蝴蝶谷 将凤九身上的无情骨 转移到了拓把可言的身上 对于当时的雪姑来说 拓把可言 就是个死有余辜的人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拓把可言身上 竟然有一块 让他毕生难忘的玉佩 那是龙飞燕的玉佩 上面的笼子 是他亲手所刻 雪姑至此都不会忘记 按照龙飞燕的年纪 不可能有拓把可言这么大的儿子 但若是龙飞燕 亲手赠予的玉佩 两个人的关系 必定不简单 雪姑再深想 拓把可言出手的招式 才猛的想起来 似乎真的和龙飞燕 当年的招式很像 拓把可言 也许是龙飞燕的徒弟 一个该死之人 忽然变得如此重要 雪姑的心情完全无法描述 最糟糕的是 无情谷被转移了之后 流了一部分剧毒在凤酒身上 而到了拓把可言身上的那部分 却发生了变故 与初时的无情谷差异太大 让人完全无法琢磨 另一个伴随而来的症状便是 拓把可言失忆了 他忘了过去所有的事情 忘了自己柔和大王子的身份 也忘了曾经自己母妃 被北牧国人残害致死的事情 现在的言 便是失忆之后的拓把可言 让凤酒和雪姑出乎意料的是 失忆后的拓把可言 竟是如此善良的人 虽然他孤僻 不愿意和任何陌生人相处 但是他对待小动物的时候 却特别善良 上次凤酒和雪姑带他出门 他为了救一只兔子 自己差点跌入悬崖身亡 谁能想到 当初冷血无情的柔和大王子 竟然也会有这么善良温顺的一面 雪姑说 那是他骨子里的性子 或许是因为他母妃的事情 才会变成后来那样 这种事情谁能说得清楚 你现在感觉如何 雪姑看着凤酒 心头又是一阵惆怅 他回来了 如今距离月圆之夜 也没几日了 或许对于凤酒来说 雪姑那一场古独转移术 唯一的好处便是 平时他再怎么思念九皇叔都没事 只有月圆之夜的时候 一想到九皇叔就痛不续声 但如果不想 就不会有问题 当时有一事很是凑巧 盐的古独在月圆之夜发作 凤酒需要给盐吃针压抑痛苦 前半夜 他便没有什么心思去思念九皇叔 每每都是到了后半夜 等盐的古独被压下去 凤酒的心思缓了过来 便又不自觉地开始思念 只要一想 痛苦比起从前无情谷发作的时候 要沉重十倍 总之月圆之夜 不想就没事 一想就痛不续声 如今雪姑最担心的是 九王爷回皇城了 两个人以后 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牵连 若是九王爷认出他是凤酒玩 找上门来 这无情谷会不会忽然 就开始发作频繁了 我没事 暂时还没有任何的异样 凤酒想了想 忽然间颠色一变 差点忍不住立即夺门而出 糟了 他竟然忘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九皇叔还在后门那棵树下等着呢 不对 他进门到现在 至少已经有一个多时辰 一个多时辰 就是两个多小时 九皇叔怎么可能还等在那里 恐怕已经闯进来了 但外头好像没什么动静 这半年 你一直在研究巫蛊之术 可有进展了 学姑见他脸色不太寻常 一丝亚异 是不是 真的想不到办法了 不是 即使 已经有眉目了 只是 还需要再深入研究一下 凤酒没心思跟他说下去 你看着眼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我先走了 什么事情这么焦急 从前的凤酒儿 一向都是沉稳的 当了凤酒之后 性格更加稳重 鲜少看到他就这么焦急的一面 雪姑心里疑惑更大 更不安了 九儿 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我不是需要你安抚的人 有困难 可以直接跟我说 任何结果 我都可以承受 只要他 别将所有的事情 都闷在自己心里 自己独自承担便好 不是 雪姑 这没什么事 只是忽然想起来 我有些心药 我想到了新的研究方式 凤酒这会儿 自然是不敢告诉他 任何与九皇叔有关的事情 雪姑怕他 无情谷发作 自然是不会让他 和九皇叔在一起的 不过话说回来 好像这两日和九皇叔在一起 无情谷并没有任何动静 这是不是说 除了血缘之夜之外 其他任何的时候 他都不用担心 无情谷会发作了 就算是九皇叔在身边 自己和他 亲密也可以 哎 好端端的 怎么会想到和九皇叔亲密 哎呀 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生怕战青城真的闯进来 凤酒无法再解释什么 匆匆的从沿着房间离开 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取来一顶帽子 便朝着后门狂奔而去 一路上都在观察 看看后院有没有什么动静 但后院只有两名小厮在干活 其他人并不在 更没有他想象的闹头 只是已经一个多时辰了 九皇叔有可能还在吗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六十九集 后院门外不远处的大树下 一道修长的身影 以树而立 晚风吹在他的身上 孤独一世的感觉 如此让人心脸 原来 九皇叔一直都是这么孤单的 他却总是被他身上的光药所蒙骗 没有注意到他站在阴影之下 那颗孤寂的心 生来就是高高在上的九王爷 从前是太子 如今是战神王爷 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如此的耀眼夺目 与众不同 你看到他的第一眼 总会被他惊为天人的外表所吸引 因为他尊贵傲然的气息所迷醉 你会觉得 他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可你不会注意到 在万千星光笼罩下的九皇叔 其实有一颗不愿意与人亲近的心 一颗偶尔也会脆弱的心 这一刻 凤九却觉得自己真的看到了 看到他心头那块柔软 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这么久 刚才有点事 嗯 九皇叔这淡淡的一个字 简直让他心都酥了 诶 明明见惯了美男子 就自己这个天机堂都有不少 但九皇叔的美色 却真的是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了 以免自己露出更多属于姑娘家的娇羞 凤九将帽子递了过去 湛青城竟然不为所动 只是安静地看着他 凤九愣了下 顿手就明白了 额角立即挂满了黑线 九皇叔 这是要叫他伺候他呢 连戴个帽子都要人伺候 要不要这么懒呢 不过他好像在九皇叔面前已经习惯了奴性 更何况伺候九皇叔 其实也不是什么让人不高兴的事情 事实上可以伺候他 反倒让他有一种隐隐幸福的感觉 只是不敢想的太多 太深入 九爷 我不是不让你进去 但是有些事情 我必须先和你说清楚 快要进门的时候 凤九住了步 回头看着他 等会进去 你尽量少说话 别让人将你认出来 可以吗 虽然知道自己这个要求 对于尊贵的九王爷来说 很不礼貌 可他现在真的不能让人看到 自己和九王爷在一起 先不说会有多大的动静 这就是雪姑也会第一个反对 现在还不是和九皇叔相认的好时机 有太多的负担 太大的压力 伊南没有好起来 岩和他自己的古独尚未完全清楚 皇城各大势力还在纷争不断 就是九王爷本人回来之后 也得要面临各方面的压力 还有 九王爷身边的那些高手 一个个都想将凤九儿除之而后快 他能护他一时 护不了他一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九皇叔和穆穆之间的兄弟情谊 他让人打听过 穆穆现在在九王爷的麾下 成了有名的穆将军 据说 这段日子在北穆国内部的大战中 好几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就是穆将军领兵作战的 他们现在兄弟联手 真的是可以到战无不胜的地步 不管穆穆 久没有恢复记忆 但至少他们兄弟情深 而不是凤九一开始担心的 手足相残 他没有忘记 当初穆穆说过 要找九皇叔决战 只为了他 如果说 一开始是因为自己受了重伤 再加上 被雪姑施以古毒转移树 导致昏迷了几乎一个月 从而被逼和九皇叔分开 那么后来的凤九却是真的主动避开九皇叔的 守着一屋子的伤患 无法保证自己可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带着大家全身而退之前 他还不敢乱来 战青城 始终不愿意开口说什么 不过 他不拒绝凤九给他戴上帽子 便算是将凤九的话听进去了 九爷 记得不要 凤九这话还没说出口 进门 竟看到了乔木 冲他急步走来 公子 看到凤九身后 跟着一个大晚上戴着黑纱帽的男子 乔木愣了下 眉心凑了起来 这位是 啊 是我的一位病人 他 脸受了伤 这台词 去拿帽子的时候 凤九已经想好了 若是真的不幸碰到人 便如此解释了 乔木 还是忍不住 多瞅了战青城两眼 这男人 一身金贵 却又冷冽的气息 一看就知道 绝不是个寻常人 还有 既然是来看病的 为何不是白天来 又为何是从后门进来的 乔 找我有什么事 凤九往前一站 虽然身形远不如九皇叔高大 但挡在乔木和九皇叔之间 至少让乔木的注意力 多多少少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今晚 新到了一批药材 因为许公子一时没有回来 所以 想让公子你亲自去点算一下 其实点算这种事情 他们都已经做完了 最关键的是 需要一个真正懂药材的人 来看看药材的质量 原本这些事情是南门许来做的 但是南门许回了南门家之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人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 这事儿最好还是凤九亲自来做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 中午凤九被请走 乔木虽然知道他晚上回来了 但不亲眼来看看 心里总是不踏实 只是公子离开了大半日 晚上竟带回了一个伤了脸的病人 为何这个病人的气息 看起来如此让人觉得熟悉呢 这一身让人不敢靠近的寒气 总觉得什么时候感受过吧 好 我与你过去瞧瞧 见乔木的视线 一直往他身后望去 凤九再一步上前 挡了他的目光 爷 你先去我的寝房 晚点 我给你送药过去 湛青城没有说话 却也没有去凤九的房间 而是 他走 他便也跟着走 凤九心头顿时一阵紧张 爷 你先去歇一会儿 我很快就会回来 他想说话 凤九却忽然想到了什么 立即道 你要是喜欢 那就跟着我好了 不能让九皇叔开口说话呀 他怎么就忘了这一点呢 乔木以前可是九皇叔最忠实的粉丝 只要九皇叔一开口 乔木怎么可能认不出来 可现在 九皇叔不愿意自己回房 非得要跟着他 他还要让他自己去房间的话 九皇叔一定会霸道的说 不 倒是乔木 盯着男子高大的身影 眼底的疑惑更重 公子 这位爷 到底是什么人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制作 清雪 第四百七十集 凤九头皮有点发麻 就知道九皇叔不管走到哪里 都是那样的耀眼 想不注意都不成 不过 他以前喜欢穿白衣 今夜 穿的是悬黑色的衣裳 乔木应该不会第一个就想到是九皇叔才是 他 大人物 瞧 去看药材吧 凤九冲他 打了个眼色 暗示他这个大人物 他们天机堂才惹不起 乔木眼底闪过些什么 最后 也只是点点头 看了那道高大的身影一眼 便转身在前方带路 为什么 总觉得怪怪的 他们看药材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个外人 怎么能看 难道就因为对方身份高贵 想要看 就得给他看吗 这一点 都不像是公子做的风格 公子什么时候惧怕过那些权贵了 虽然心里有疑问 但是凤九的话 乔木一如既往的服从 这个人既然公子不让防备 那他也不防备就是了 药材送到偏厅里 已经是摊开了 放了半日 就是为了等凤九回来 看到公子身后 跟着一个戴着一顶黑纱帽 完全看不见面容的男子 大家心里都藏了不少的疑惑 小樱桃当然是最藏不住话的 立即就过来问道 公子 这位是 凤九就知道 带着九皇叔过来 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怀疑 可是九皇叔要跟着 谁能拦得住 要是惹得九皇叔一个不高兴 直接将帽子摘了 后果谁来承担 九皇叔这么任性的脾气 愿意戴着帽子不说话安静 跟在他身后 接受一切的怀疑的目光 已经是很难得的温顺了 这种时候 可是不能再让他不高兴 稍微有点不高兴 随时都会发脾气 哎 这位是我的贵客 做你自己的事情去 小樱桃虽然话多 但是比起乔木 倒是好应付的多 不让他问他也就不问了 虽然对凤九身后的男子 依旧是很好奇 可感觉到凤九不许过问的意思之后 就乖乖闭上了嘴了 糟糕的是 这边刚检查完药材 外头竟然有客人要找凤九 凤九揉了揉眉角 这大半夜的实在是有点身心疲惫呀 公子是天下第一庄的龙岩管家 乔木出去没多久 便匆匆赶了回来 看他的样子 似乎有点焦急 哪个病患找他的时候不焦急呢 哎 好像放酒也已经习惯了 不过 这大半夜的 依照龙岩的修养 不到迫不得已 该是真的不会来找他的 下意识回头看了看身后的男人一眼 这个家伙自从跟上了自己之后 不管他走到哪里 他也就跟到哪里 好像跟着他很好玩似的 要不是刚才让他坐下 他现在没准还站在他的身后呢 但就算是坐着 他也不允许他走远 最多就是在他眼前视线里可以活动活动而已 所以此刻他就坐在凤九身后不远处 那个 凤九的话还没有说完 战青城便站了起来 这男子一旦站起来 周围所有人顿时就成了他的陪衬 光是这身高就足够让人仰望 哎 他又要跟着了 就像是贴身膏药一样 真的有这么好玩吗 外头大厅里虽然是三更半夜的 但是病人还是有那么一些的 大堂三三两两的病患坐在一起 凤九规划出来的各科室都还有大夫在值班 还有病患在问诊 这个夜里轮班的制度 在皇城还是头一回见到 但明显非常的受老百姓的喜欢 生病这种事 毕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很多病患夜里发热 急需问诊 但一般的大夫都已经休息了 根本就没有大夫值班 大户有钱人家是可以请私人大夫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一般的老百姓可是出不起那么大的价格 能让大夫们夜里来看诊的 所以天机堂推出的这个夜里轮班的制度 对老百姓来说是绝对的方便的事 现在天机堂在皇城已经又开了两家分店 一般医馆的生意都被至少抢了一半 湛青城也是头一回看到大半夜的 竟然还有如此多病患来问诊 虽然他生来就不是普通老百姓 也没有过过老百姓的生活 但也曾经听说过 百姓夜里是很难问诊的 没想到天机堂连夜里都有大夫救治病患 如此完美的决策 也就只有凤酒能想到 忽然间胸衣间充满了骄傲的气息 就像是自己的孩子 在外头闯出了一番成功的誓言那般 骄傲自豪几乎要自负起来了 他的小家伙 农管家 这么晚来找我 是不是庄主 龙岩立即迎了过来 逼声道 不是庄主 是 是老庄主 这是第二次进入天下第一庄 其实只是一日之内的事情 但再来 第二次踏入了这座建筑雄伟的山庄 老庄主一整日都没有进食 连水都不曾喝一口 午后醒来 便一直闹着要找先生 直到现在 龙岩立即迎了这庄主 龙岩这话说的有点为难 他还没有来 他还没有来得及询问 龙岩一愣 立即反应过来 龙岩一愿 这次庄主 也是出手无策 在下寻找先生 庄主是知道的 虽然他提出来 这建议的时候 庄主一句话都不说 但是他并没有反对 庄主不反对 那就是默许了 最重要的是 老庄主身子本来就不好 要是继续闹下去 庄主自然也是当心 老庄主身子车不消的 所以这一次 凤九先生过来 绝不会发生上次的事情 更不会有性命之忧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七十一集 生怕凤九还有一律 龙颜又道 先生 这次为你向上人头保证 绝对不会再发生今日之事 不料 一直跟在凤九身后 从未说过半句话的男子 忽然冷声问道 可是 龙颜一愣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 多看了那戴着帽子的男子竖眼 他身上的气息很不一样 有时候觉得 他身上没有一点点学武之人的气息 有时候又清晰的感觉到 他的霸气浑然天成 武功绝对的深不可测 龙颜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凤九也未曾解释 凤九也未曾解释 但是似乎连凤九都一直很听对方的话 嗯 就是听话 虽然 其实凤九和那个男子 从未说过半句话 看着就像是灵交流一般 但是龙颜就是知道 他们之间只是随意的一个眼神 都能够明白彼此的心意 本来他们天下低庄是不能让来历不明的人进入的 但是既然是凤九带来的 龙颜也就不阻拦了 老庄主现在这种情况 若是再阻拦 龙颜也怕真的有什么意外 没事 只是今日过来的时候和庄主有一些误会 凤九立即回头看着九皇叔 哪怕隔着一层薄纱 也似乎能够看到对方的眼眸 他扯来一点点的笑意 努力的安抚道 一点小误会而已 但如今已经好了 也无需在意 他不向龙颜介绍九皇叔的身份 一则不喜欢骗人 二则也是不想节外生枝 龙管家 有你的保证 我自然是安心的 还请龙管家立即带着我去看看老庄主 好好 我这就带先生去 龙颜也是怕多生事端 如今老庄主 还在闹腾着 他也怕老庄主的身子随时会扛不住 一弯身 他恭敬道 先生 请吧 山茶院里 老庄主确实还在闹腾 凤九还没有进门 便就听到了老庄主不悦的声音传来 让龙儿回来 你们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想喊我龙儿 我 我不会让你们伤害我的龙儿的 放开 放开我 我要找龙儿 爹 姐姐你去不在了 你今日所见的根本不是姐姐 你 说话的人自然就是天下第一庄的庄主 蓝月先生 不过 惊觉到异样的气息在靠近之后 蓝月话语立即一顿 冷漠的视线扫向了门外 龙颜和凤九他们尚未靠近 分明都能够感受到那冷嗖嗖的气息 龙颜领着凤九和湛青城快步走了进去 未料才刚进门 忽然一大冷烈的掌风转瞬即逝 蓝月先生这一掌 要袭击的并非是凤九 既是凤九身后的悬衣黑袍男子 湛青城面不改色 但那一掌快要到面前的时候 他长臂一身将凤九护在身后 随意的一挥一袖 轰的一声 大厅门口处 门槛暴力 两边的墙壁粉碎性的崩塌 一时间目屑尘埃四起 吓坏了那几个侧后在侧的下人 蓝月浓密的眉心促起 掌下续上了真气 又一掌就要送出 身后老庄主却趁着下人正愣之际 一把将他们睁开 快步向凤九走去 龙儿 龙儿你回来了 湛青城五指一紧 凤九脸色一变 立即到 不许伤他 那个霸气不驯的男人 被凤九一声喝止之后 竟真的在瞬间将所有的真气收回 只是冷冷地瞥了蓝月先生一眼 便不再理会 一个斗志被猛地激发起 正要大展身手的勇士 竟然因为这个小丫头的喝止 立即被驯服得如同一头小绵羊 两人之间这种相处方式 不仅龙颜看得目瞪口呆 就连蓝月也有那么几非讶异 练武之人 生凭最感兴趣之事 便是与高手过招 蓝月分明能够感受到 自己方才那一掌 已经挤起了对方战斗的欲望 但凤九随意一句话 竟让他硬生生地将这份冲动给压了下去 这男子武功深不可测 可却偏偏特别听凤九的 凤九这么一个小丫头 如何能够驾驭如此厉害的高人的 因为自己父亲冲了过去 蓝月也只能将掌中的真气泄掉 但依旧对凤九带来的男子满心的防备 尤其这个男子竟然戴着纱帽 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 虽然一身尊贵的气息 让人无法地与匪类联系在一起 但是如此藏头蒙面的 始终是让人心里不悦 不过此时凤九也没有心思去理会蓝月的心情 老庄主已经来到面前 一把握住他的手 看到凤九的手被握住 虽然是一位老者 但战青城身上的寒气 也在瞬间变得沉重了起来 凤九就算没有回头 也明显能够感觉到 九皇叔对老庄主的不友善 可人家是个年余五十的长辈 还是一个精神有点问题的病人 他就不能宽容一点吗 再说了 他现在是凤九 又不是凤九儿 他吃什么醋啊 糟糕 竟然连吃醋这两个字都想到了 那到底九皇叔是不是早就将他给认出来了 话不说清楚 这让人疑神疑鬼的实在是不好受啊 伸了一只脚往后一踹 他私下里警告战青城不许乱来 才看着老庄主柔和一笑 他们说 你晚膳也不吃 怎么了 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凤九这屋里的一脚 直接让身后的男子安静如鸡 想吃不可思议 老庄主一脸的委屈 龙儿不在 不想吃 好 那我现在就陪你再吃一顿 好不好 凤九竟然真的以龙儿的身份 来与老庄主说话 蓝月的脸色很不好看 却又无法发作 姐姐在他心里的地位 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 尤其还只是一个乳秀胃干的小丫头 可是老父亲却点点头 摸着肚皮道 还饿 和龙儿一起吃好 见状容颜立即到 快 给老爷小姐上菜 两名下人一听 立即朝膳房走去 片刻都不敢耽误 凤九牵着老庄主 走到桌旁坐下 指尖顺道 落在他的手腕卖门上 不动声色的给他把脉 蓝月的脸色依旧是不好看 父亲大人的问题 依旧不想让不相干的人来处理 不过 这个丫头的身形 如此像姐姐 不等他犹豫完毕 凤九已经给老庄主拔好了脉 柔和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他淡淡道 老庄主的身子 其实没什么大的毛病 并不需要喝什么药 从前那些大夫开的方子 都扔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清雪 第四百七十二集 老庄主一直都在喝药 凤九第一次来见他的时候 就从龙岩的口中 了解到了这一点 但事实上 心病根本无需要方 只要心情开朗 人就能渐渐的好起来 至于精神问题 这不是任何药食可以解决的 还是得要 新药去治愈 懒月闻言 脸色顿时一沉 龙岩也忙道 亲生 老爷他 他身子一向不好 不喝药 我不喝药 老庄主 拉着自己的椅子 往凤九身边靠拢 瞪着龙岩 一脸不悦道 龙岩让我不喝药 我不喝 不许胡闹 懒月瞅了凤九一眼 眼底藏着寒霜 再看老庄主的时候 目光却是瞬间变得柔和 你身子不好 得喝药 看样子 这位懒月先生 虽然是看着冷漠 但是对自己的爹 还是很好的 凤九正要说什么 老庄主已经不悦道 这是你姐姐 你怎么能用这种眼神 瞪着你自己的姐姐 你 你这个不孝子 你姐姐只是出去一趟 你就不爱姐姐了吗 我 懒月有点无言 再瞅了凤九一眼 才道 爹 他不是 你敢再说 他不是 试试看 他就是我的龙儿 这就是你姐姐啊 老庄主 一下被刺激到了 拿起个什么东西 就冲过去 往懒月脑袋上砸 你这个坏东西 你敢欺负你姐姐 老子揍你 大家再定睛一看 才看清楚 老庄主拿的是 平时喜欢抱在怀里的抱枕 软软的 打在脑袋上 也不会有多疼 不过 堂堂天下第一桩的庄主 竟然被打成这个样子 也实在是 有点让人震撼到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尤其 还有下人和外人在这里呢 庄主这脸面 实在是不知道 该往哪里割呀 容颜 当然是心疼庄主面子的 赶紧过去劝导 老爷 老爷你别生气 庄主不是这个意思 庄主没有欺负风九先生 虽然上次是欺负了 但这次没有啊 不是吗 什么风九先生 他是小姐 你怎么回事 连你都要欺负我的龙儿啊 老庄主 这下改变了方向 一个软枕 用力的砸在龙颜的脑袋上 可怜龙颜 只是想过来劝架的 没想到竟然 连自己都遭了殃 被老庄主打 不敢还手也就算了 还不敢逃跑 这才是最坑的 因为逃跑的话 老庄主会生气 生气的话 老庄主的身子会受不了 要不然 庄主也不会这么狼狈的 还不逃开 就是怕老庄主不发泄的话 身体会不好 下人们也没想到平时这么威严的庄主和管家 竟然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 凤九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摆了摆手他道 你们先下去 哪里有人敢不听凤九的话 管家和庄主因为说了凤九先生两句话 就被老庄主打成这样 他们要是不听凤九先生的话 还不准会有什么下场呢 所以下人们赶紧离开 连看都不敢多看他们扮演 道士占青城 一直站在凤九身后 看着眼前的闹剧面无表情 这位老庄主 平日里在山庄里绝对是老大 看着揽阅这个冷冰冰铁骨铮铮的汉子 这会儿被打被骂只能受着 虽然看起来是一场闹剧 可凤九却越看却羡慕了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父子 真正的一家人 蓝月真的很爱他的父亲 这么冷的一个男人 可以让父亲打成这样 这是有多敬爱 他真的很羡慕 如果自己也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该多好啊 终于还是看不下去了 他走了过去柔声道 他们没有欺负我 别打了 不行 这两个家伙说你不是龙儿 我打醒他们 打到他们成任为止 老庄主气呼呼的 转枕在他的手里就没有停过 一下一下打在两个人的身上 虽然不疼 但面子疼啊 凤九薄唇勾了起来笑道 哼 好了别再打了 你要是再打 我 我龙儿就要生气了 这话 让老庄主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回头瞪着他 激动得脸红脖子粗的 蓝月和龙颜 也猛地瞪着他 龙颜脸色怪异 蓝月心情复杂 你 你承认你是龙儿 你终于承认了 老庄主那么激动 这样的激动 让人心酸 凤九浅叹了一口气 想说几句话 先安慰眼前这位可爱的老人家 不讲 身后的男人 竟然冷声道 他如此年轻 怎么会是你的龙儿 呦 凤九回头瞪了他一眼 这家伙 怎么在这种时候来拆台呢 这万一将老庄主 又刺激到了怎么办 反正都是假的 管他年轻不年轻 先让老庄主听话不就好了 九皇叔到底想做什么 这么不懂事的 他 他怎么就不是龙儿了 老庄主脸上的红润淡去之后 再看着凤九 他确实很年轻 怎么看 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光景 再看揽月 啊 儿子都这么大了 快三十了 这 难道真的不是龙儿 难道 他的龙儿真的不回来了 老庄主一张脸 渐渐苍白了起来 蓝月和龙颜看得一阵心疼 凤九也是一阵心酸 怎么能如此残忍地揭穿 让老人家这么难过 蓝月盯着凤九身后 这个戴帽子的男子 掌心紧握 目光越来越冷 凤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庄主打量他的眼神 让他清楚地看到 他眼底的失望 趁着 绝望 他确实还很年轻 这个时候再承认自己是他的龙儿 似乎已经不合适了 老庄主的神智 虽然有点错乱 但是他也不是完全不懂事的 刚才打量了他一会儿 又打量了蓝月 大概是已经分得出来 自己比蓝月 实在是年轻太多了 老爷 我 你 你不是龙儿 你不是我的龙儿 你不是 你不是龙儿 老庄主忽然一声大吼 急了 我的龙儿在哪儿呢 我的龙儿呢 蓝月 立即过去 将他一把抱住 丁月 姐姐他已经 庄主 龙颜一焦急 这种话 可不能随意跟老庄主说 会将他刺激坏的 就在大家都心急如焚的时候 凤九身后的黑衣男子 淡淡道 他不是你的龙儿 他是龙儿的女儿 你的外孙女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四百七十三集 他是 龙儿的女儿 老庄主的外孙女 凤九呼吸 微微有点乱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 然而 接下来 战青城的话 更是让凤九 呼吸乱得一塌糊涂 他淡淡道 他确实是你的外孙女 他叫九儿 九爷 凤九猛地回头看着他 指尖都在发抖 他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早知道 他是凤九儿 是不是 战青城垂眸看着他 震撼到难以言语的小脸 声音 依旧是一贯的清冷 你叫凤九 此刻不叫九儿 难道 要让老庄主 叫你九先生吗 凤九一愣 震撼 错愕 心情无以复加的复杂 九皇叔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因为早就知道 他是凤九儿 难道这一句九儿 只是因为他叫凤九 所以才顺便说 他叫九儿 可是 他是男子啊 九皇叔难道也知道 他的女儿是 战青城不说话了 大然的目光 让人完全琢磨不透他的心思 可现在 这位九爷的意思 却也是很明白 因为凤九年纪太小 不可能装成揽月 庄主的姐姐 所以 装成他姐姐的女儿 倒是更加恰当 更不会让老庄主怀疑 容颜和揽月 都知道凤九的女儿身 所以 以为这位九爷 也是知道的 谎言 才会说得如此溜 揽月此时 再看战青城 虽然还是不清楚 对方的身份 不过 他这个说辞 倒是让他的眼神 没那么冷了 装成他姐姐的女儿 自己的外甥女 也总好过 让他 叫他姐姐好 在他心里 姐姐如此神圣 谁也不可能冒充 他的身份 所以 这个外甥女 还稍稍 能够接受一些 关键是 老头子 愿不愿意接受 是不是可以心情 没有那么难受了 龙颜也觉得 外孙小姐这个身份 似乎更加适合奉酒 如此一来 庄主不会觉得 是有人冒犯了小姐 老庄主 也不至于难受了 那 那个 老爷 他 酒儿 你可真是我的酒儿 我的龙儿的女儿 老庄主 仿佛一下子 又找到了寄托一般 刚才眼底的绝望 此时 又成了惊喜 一把抱住凤九的手 将他拉到揽月的跟前 对着揽月的时候 还是凶巴巴的 虽然他不是你姐姐 可是 他是你的外甥女儿 你怎么能欺负他呢 他 凤九看了揽月一眼 两个人的目光 接触到的时候 还是有那么点尴尬 不过 凤九很快 就将这份尴尬 给压了下去 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老人家安心 他冲揽月笑道 舅舅 你以后可不许欺负我啊 外公会替我揍你的 知道吗 你 这疯丫头 叫他舅舅的时候 竟然莫名其妙地在他的心里 撼动了一把 蓝月吐了一口气 抿了下唇 终于将他自己的脾气给忍了 知道了 我 缓了缓 他又瞅了一眼凤九 有点没好气得到 以后 舅舅不会欺负你 那你要答应九儿哦 凤九眼底有笑意 忽然发现 这位今日清晨 差点要了他命的冰山男子 其实 也是蛮可爱的 尤其是 他明明身份这么尊贵 贵为天下第一庄的庄主 在老庄主的面前 却如此听话的时候 那份无奈的感觉 真的很让人心疼 他真的是个好儿子 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事实上 有那么一刻 凤九真的很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老庄主是自己的外公 那么那么疼自己 蓝月先生是他的舅舅 虽然别扭 但爱着这个家 这个家里所有的人 如果都是真的 那该多好 老庄主 一直紧紧抱住凤九的手 还是很激动 舅儿 你 你叫我外公 你再教教我 快叫我外公 快呀 外公 这次凤九 没有半点犹豫 冲他柔柔一笑道 外公 老庄主 听得实在是感动得慌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说什么都不愿意放开 倒是一直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静的战青城 身上的寒气 越来越重 盯着凤九被老庄主紧握的小手 一副想要发飙的模样 蓝月忽然上前一步 挡住了那位九爷的视线 龙眼也轻壳了声 站在了蓝月身边 同样挡住了战青城的视线 真是的 莫不是凤九姑娘的小情人 怎么一副被人抢了女人的模样 老庄主这么大年纪了 就算是男人 对他也不可能造成任何威胁 连一个老人家都这样防备着 也太霸道了吧 大概 也就只有凤九和老庄主 没有注意到战青城 那一身的寒气 此时两个刚相认的人 不知道有多亲密呢 外公 你以后要听话 饭得要好好的吃 药咱们就不吃了 但是九儿给你开的膳食 你一定都要吃下去 好不好 好 好 九儿让外公吃什么 外公全都吃 外公一定听话 其实老庄主是有点不安的 所以一直握着九儿的手 就是不想放开 外公会听话的 九儿能不能答应外公 以后都要留在外公的身边 不要再离开了呀 虽然龙儿换成了九儿 他也不至于那么绝望 但此时此刻 老庄主是真的不安 龙儿当年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如果九儿也离开 那九儿会不会也不会回来呢 龙岩轻壳了声 赶紧过来给凤九几回 老爷 九儿小姐在外头 还有自己的事 不能一直留在这 不行 不行 你给我闭嘴 别乱说话 滚开 凤九忍不住 浅浅的一笑 这老人家也实在是太霸道了些 颇有些军中大将军的味道 不过 龙岩说的也是有道理 他确实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握了握老庄主的手 他柔声道 外公 九儿在外头 确实还有点事情 那这样好不好 九儿以后 一定会时常来看外公 你说好不好啊 可是 九儿要离开外公 外公舍不得呀 老庄主 一脸的委屈 外公很想九儿 那怎么办呢 他真的舍不得 让九儿离开 九儿离开之后 再也不回来 他可怎么办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四百七十四集 九儿说了 会时常回来看外公 外公要是真的想九儿 也可以让龙管家来找九儿啊 九儿就会过来了 可好啊 凤九 凤九的话 让站在老庄主身后的龙颜 赶紧摇头摆手 让他别将话说得太满 凤九是不知道 他们家老爷有多任性 他这话一说出口 以后老爷一定会一天三回的请他过来吃饭的 当然 龙颜也是清楚的 人家凤九开着一家天机堂 哪来这么多的时间呢 蓝月倒是不说话 只是看着凤九和老庄主在一起的画面 心情依旧是有几分复杂 这丫头的年纪 要当老头子的外孙女倒是不差 不过 老头子只有一位外孙女 而且 句文都已经 不在人世了 天下第一庄 虽然在江湖上 已经有不少年的时日 但他怪病缠身 这么多年几乎都是不爱出门的 再加上 他们最大的山庄院落 虽然就在皇城里 但是因为老爷子身子不好 这几年基本上都是放在南方度过了 也是这一年 因为某些机会 才回到了皇城居住 至于老头子的那位外孙女 却是无缘见到了 如今 在看着凤九 反复又多了几分姐姐的味道 虽然这张脸 一点都不像 但是穿上南装的凤九 背影 真的很像 凤九柔和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外公 你别慌 龙管家来找九儿的话 只要九儿有空 就会过来了 当然了 得要九儿有空才行 九儿还得要做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啊 一个姑娘家 为何一天到晚在外头做事啊 老庄主揪着他这一身的男装 心里都不乐意了 你和龙儿一般 总喜欢穿这种衣裳 你要是穿女装 一定和龙儿一样好看呢 哎 似乎想起了女儿 老庄主又开始难过了起来 凤九立即安慰道 好了老庄主 等有机会的时候 九儿就穿红装给外公看 好吗 从天下第一桩出来的时候 月朗兴书 午夜时分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时辰 再过两个时辰 天该要亮了 不知道怀着什么心情 奉九拒绝了龙颜 派马车相送的提议 和九皇叔走在夜色中 反正也不算特别远 走着过去 走得快的话 半个时辰也就到了 当然 如果是施展轻功的话 要到达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 不过 此时两个人都只是 漠不作声的走在路上 似乎也不考虑时间 更没有想过 要用轻功什么的 奉九直到现在 心情依旧有点复杂 今晚的事情 换做了别的病人 或许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这位病人 不 不是病人的问题 是牵扯上那些关系的问题 外公 舅舅 明明不是自己的外公 也不是自己的舅舅 可为什么忽然之间 就像是多了两位最亲最亲的家人一般 最关键的是 九皇叔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好端端的说他叫九儿 又是好端端的说他是姑娘 他到底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是真的看出来了吗 可是上次给他看到的身体 明明就是难的 放九真的觉得很烦躁 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如果真的已经看穿了 那就说清楚 别弄得他总是在这里猜来猜去的 这种明明很多话想说 却又不知道该不该说的情况 真的让人很苦恼 他忽然住了步 回头 不想九皇叔就一直盯着他在看着 他这一回头 两个人的目光瞬间就对上了 凤九还是有点心虚 差点想要错开目光 但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 直视他的目光 九爷 这称呼实在是很怪异 九皇叔这三个字 始终徘徊在嘴边 每一次都差点直接出了口 战青城挑眉 虽然帽子还戴在头上 不过黑纱并不厚重 两个人的视线 还是可以轻易触碰到一起 凤九觉得自己的小心脏 又开始狂飙了 夜深人静之际 和九皇叔 你眼看我眼 确实有点让人心脏负荷不了啊 原以为自己已经过了对帅哥饭花痴的年纪 可是眼前这只完全不是一般的帅哥能比拟的 他轻咳了声 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末了 他指示道 九爷 这条路一直走 便是通往九王府的 你不如 你去过九王府 战青城往前一步 垂眸看着他 他的靠近 立即让他倍感压力 属于九皇叔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 愣是让他忘了自己刚才想要说什么 去 去过这两个字 在他回神之后 立即咽了回去 他摇里摇头 没去过 只是听说过 九王爷这么聪明 又得民心 我们这些百姓自然都特别崇拜 打听一下九王府在哪里 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九爷 你说是不是啊 战青城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他 凤九的心里 其实在微微打颤 九皇叔 就是有这份魔力 他只是盯着你 什么都不说 你就觉得 自己在他面前无所遁形了 他往前一步 凤九立即就后退了两步 九爷 我真的要回去休息了 明月一早还有事 好 所以 他不再犹豫 举步往天机堂的方向走去 看着他 傲然挺立的背影 凤九内心一阵惆怅 拿他没有办法 从他开始放九儿的时候 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非九王爷自己有事 忙得不可开交 否则 他闲下来的时候 自己就得要遭殃 九爷 其实以你这身份 你应该一天到晚很忙才是啊 你为什么还可以到处溜达呢 他最终 还是追了上去 与他并肩前行 难道 怎么北牧国这些大人物 都像你这样 一天到晚的浑水摸鱼 他当然知道 九皇叔有时候是很小气的 说一些他不喜欢听的话 没准 他一个不高兴 自己就回王府了 可没想到 九皇叔竟然点点头 一本正经道 嗯 嗯 啥子意思 九皇叔承认自己一天到晚 都在偷懒吗 嗯 知人善用 是为上策 只要手底下的人能做事 为何还要本王一天到晚 忙个不停呢 他瞅了他一眼 淡淡道 这不是浑水摸鱼 这是明智之局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清雪 第四百七十五集 凤九顿时被怼得无话可说 谁说九皇叔不爱说话 也不怎么会说话的 他如此的能言善辩 那些人真的知道吗 一个明智之举 确实让他这浑水摸鱼的理论 打击得毫无立场 不过 九皇叔这话确实没错 不会用人的上司 注定一辈子的劳碌命 何叔九爷 你难道不觉得 就算是手底下的人真的能干 你自己也应该忙碌一点啊 才能当一个表率啊 本王能力太强悍 若是本王忙了 哪里还有他们处理的份 他低头看着他 那双好看的毛子 微微闪烁着什么光泽 凤九仿佛在刹那间 看到了他眼底有笑意 但 又是刹那间 那点点的光泽已经不见了 让他不得不怀疑 刚才是不是自己 点花看错了 若不是用他们处理 九断然 无法培育起厉害的下属 如此 还是本王的错了 九儿你说是不是 他又叫他九儿 凤九心肩一颤 腿都差点软了 九皇叔是故意的吗 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不过 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本王能力太强悍 呸呸呸 九皇叔 你这么自负真的好吗 懂不懂谦虚这两个字 究竟怎么写呀 不过 凤九知道 九皇叔多半知道怎么写 但理解不来 他的人生字典里 就从来没有谦虚这两个字的存在 哎 人家就是有狂傲 霸气的资本 说出来的这些话 他一个字都反驳不了呢 舅爷 太骄傲 不是什么好事 会遭报应的 他想翻白眼 无妨 本王不骄傲 本王说话从来都是实话实说 凤九差点就吐血了 这还不叫骄傲 好吧 他只是实话实说 哎 真是的 和太优秀的人在一起 真的是要被打击得一绝不振流 舅爷 舅爷 那个 你想让本王回府休息 男人的目光 看似柔和 可盯着他的感觉 怎么就一副随时想要将他一口吞掉的意思 凤九冷不防地发了个寒颤 很想点头说是 可是 不敢呢 我 若你说是 本王便立即回去 他的话语很认真 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 也不像是在赌气 因为 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高兴的意思 真 真的吗 这么简单 就可以将这尊大神给送走 就只差一个柿子 他差点就直接说 是是是 可是 为什么明明九皇叔看着一点都不像在生气的样子 可这个小神就是这么吓人呢 不 他的眼神平静无波 犹如一红春日暖暖的清泉 一点都不吓人呢 可是 他的小心肝 就是有点扛不住 不住地在颤抖 那 不看他 会不会好点啊 凤九 立即别过头 选择了不看他 九王府修建的如此气派 九王府的寝房 也是特别的宽敞舒适 绝非天机堂可以比腻的 所以九爷你不如回 那个 九爷 你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凤九绝对没有半点意见 这一只落在他肩头上的大掌 是几个意思 吓得凤九原本的话 瞬间被咽回到了肚子里 出来的就成了以上的话语 如此甚好 九皇叔眼底 犯过了一丝 机不可见的笑意 对他总算是满意了 可以稍稍地委婉一些吗 别那么直接行吗 但是 刚才那算什么事啊 为什么放了一只大掌 在他的肩头上 这不是摆明着 是在威胁人吗 九爷 本王最讨厌绰尔凡尔之人 他脸色微沉 凤九微微缩了缩脖子 那 若是有人在你面前绰尔凡尔呢 不光他的衣服 丢在床上 不 男人怎么办呢 一想到九皇叔 八光一个男子的衣裳 丢在床上 他就差点想爆笑 当然 前提是那人 是本王心仪的女子 他又补充了一句 他心仪的女子 凤九心尖 又颤抖了一下 再颤抖一下 无限的猜测 最后 勉强地压下心中的 胡思乱想 他道 那 若不是九爷心仪的女子呢 那就将他拨光绑起来 命人送到街上游行 那个 九爷 咱们天机堂的寝房 或许不如九王府的宽敞 但 也是可以很舒适的 嗯 他甘笑了声 整个人彻底尾了 如此甚好 湛青城继续往前走 这次是分岔路 当然 去的是天机堂的方向 九王府什么的 就算再宽敞 再舒适 少了什么人 你就彻底没有吸引他的地方了 凤九觉得 分明是自己挖了个坑 将自己给埋了 他是想要 被九皇叔八光衣服 丢在床上 还是被九皇叔的人 八光衣服 绑着去游街呢 好吧 两者都不想要 只能和九皇叔一起 回天机堂 可是 刚从分岔路 拐入另一条长街 才不过走了数十步 凤九的脸色 就变了 九皇叔依旧走在他的前头 只是在前头出了步 凤九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看着前方朝着他们方向走来的人 一瞬间的惊讶 过去之后 面无表情 跟在九皇叔身边 时间一长 他也学会摆出这张冰山脸了 前方路上 来者四人 凤九也没想到 时隔半年 自己再见到这四个人 竟然还能如此冷静 哼 是不是该冲上去 将他们一个个撕碎了 才算了了心头之恨呢 当初在战场上 不仅仅被拓拔 严破海 竟然还被冒充了士兵的叶罗萨和时长老追杀 他以为在九皇叔的军营里就只有两个人想除掉自己 那就是真的大错特错了 当初他伤得如此重 昏睡了如此之久 那便是一心想要他命的冷月 还有考虑了那么长时间之后 终于还是决定要他命的第一 从战乱之中逃出 竟然还被第一打了一掌 凤一南的伤原本没有那么重 若不是冷月刺了他一剑 他也不至于伤成这般 那个时候的他们 真的是要被赶尽杀绝 不是雪国去而复返 他和凤一南一定会死在这四个人的联手之上 他消失了这么久 这会儿 这些仇人终于又一个个找上门来了吗 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476集 看着向他们走来的四人 凤九虽然脸上一点波澜都没有 但早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虽然 他有十二分的把握可以肯定 九皇叔一定会帮自己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九皇叔的亲人 当年的三皇子找不回来 或许已经不在人间 当年帝家的人又都几乎全部战死 如今除了木暮 眼前这两个人 眼前这两个人 第一和叶罗萨 便是九皇叔最亲的人 又是长辈 九皇叔可以保护自己 可是真要让他对自己至亲的人动手吗 凤九并不想让九皇叔两难 所以自保是唯一的方法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几个人的目光在自己身上一扫而过之后 竟然全部都集中在战青城的身上 爷 叶寒路重 还是随我们回去吧 石长老态度是绝对恭敬的 只是战青城 根本不愿意多看他扮演 要说这里和九皇叔最没关系的 便属这位石长老了 再加上 当初是石长老对自己下的鼓 所以凤九其实知道 九皇叔心里是很讨厌石长老的 叶罗萨也不过是看了凤九一眼 便上前两步 看着战青城道 这一次我们回皇城 闲井未知 阿九 先回去吧 原来只是来劝九皇叔回王府的 凤九刚才还真是自作多情了 以为他们认出了自己呢 他侧头看着九皇叔 可以的话 也希望九皇叔先跟他们回去 虽然眼前这四个人都是自己的仇人 但是如今一南的腿还没有好 言和自己的古毒又尚未被除去 总之这个时候 带着一屋子的伤兵 他还不能和这些人正式开战 但讨回公道那一日 绝对不会太长 等古毒彻底除去 等凤一南能站起来 到时候天机堂一定会找他们算账 九爷 既然你的人来了 在下先回去了 凤九 微微轻身 也不等战青城回应 转身就走 虽然这条路回天机堂是最近的捷径 但若是要施展轻功 就算走一条远点的路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他不想见到这四个人 对他们的厌恶 足够将对九皇叔的畏惧压下去 可谁也没料到 战青城竟然也转身 跟在他身后 这意思是 想要跟着他离开 凤九一阵的愕然 正要对九皇叔说什么 身后 冷月盯着他的背影 睁大了双眼 一脸不敢置信 凤九儿 是凤九儿 他是凤九儿 文言 帝毅和叶罗沙 以及十长老 心头顿时一震 一个个惊讶地看着凤九 此时的凤九是背对着他们 除去身高的问题 这对影 竟然真的和凤九儿那个丫头无异 凤九无动于衷 只是淡淡地看着战青城 战青城脸色也没有任何变化 倒是冷月 激动得整个人 都快要抽搐了 他忍了忍 又忍了忍 终于是忍不住 抽的一声 抽出自己的长剑 一剑向凤九的背门刺去 这丫头暴躁的性子 最近是收敛了不少 尤其是这半年 自从凤九儿消失 被传言已经战死在那一场战役之后 他又变回了从前的冷月 不管对谁都彬彬有礼 对长辈也是温顺乖巧 好得很 却不想 原来在他的心里 一直活在了凤九儿的阴影中 根本就没有走出去 如今见到一个背影和凤九几乎完全无异的人 冷月就失控了 他如此失控 也是有点出乎其他三个人的预料 不过 大家也都没有出手阻止的意思 凤九儿的武功 他们每个人都见识过 至少眼前这少年一出手 他们或许就立即能够看出他是不是凤九儿 所以 他们虽然上前了数步 但是也不过只是冷眼旁观 更何况 战青城就在少年的身边 如果这少年是凤九儿 战青城也绝不会让冷月伤到他 眼看着冷月的剑要刺入凤九的背门 奇怪的是 战青城竟然真的没有半点要阻拦的意思 凤九也是不慌不忙的 回头看着向自己扑来的冷月 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是想要隐藏 还是根本就不会武功 以凤九儿的身手 冷月这一剑 已经超出了他安全抵挡的范围了吧 难道他真的不是凤九儿 真的不会武功 可就在冷月手里的长剑的剑尖 快要刺中凤九的时候 忽然凤九随手一弹 只听到当一一声 凤九的指尖弹在了冷月的剑尖 这门猛烈的一剑 如此快准狠的一剑 竟然就这样被白衣少年轻易的震开 如此内力 简直让人惊艳 冷月在江湖上也能算得上是个高手 但若不是凤九手下留情 他手里这把长剑已经脱手了 凤九儿的武功怎么会忽然变得这么厉害 不可能的 冷月不甘心 唰他一声 手腕一转 长剑 瞬间向着凤九的腰身刺去 凤九却始终是不慌不忙 见招拆招 倒也没有要攻击冷月的意思 却也没有让冷月占到任何的便宜 偶尔还会以掌风在冷月身上弄下来点什么东西 例如他的耳环 他的发三 他脖子上的链子 甚至他的外衣 这不急不徐 不惊不乍的模样 平静的 毫无波澜 看似没有伤害的意思 可事实上 却羞辱至极 地义 在一旁看得有几分恼火了 冷月怎么说都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义女徒儿 如今 竟被人如此羞辱 能忍吗 正要出手 却忽然听到身边一人冷声道 冷月 你退下 我来领教一下 这位小兄弟的高招 连使长老都拦不住 叶罗煞的身影已经斜斜掠了出去 虽然冷月还是不甘心 但是既然叶罗煞也出手了 他若是再纠缠 就算是赢了 也是胜之不武了 更何况 自己明显是打不过眼前这酷似凤九的少年的 自己不退下的话 叶罗煞没准会助手 不帮忙 好歹是长辈 总不能以多欺少 自己继续打下去 叶罗煞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所以 他狠狠地震了凤九一眼 狼狈地退到一边 再看自己身上 竟然连外衣都没了 真是越看越恨 叶罗煞武功这么厉害 最好将这一次凤九的少年 包下来一层皮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眼波 一刀酥酥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四百七十七集 你还回来 第一 瞅了冷月一眼 心里也是不舒服 一个姑娘家的 穿成这样成河体统 冷月 气得跺了跺脚 再狠狠地瞪了凤九一眼 才转身回到了地狱的身边 叶罗煞好歹是天尊门的尊主 又是身为长辈的 当然得要等冷月收了手 他才能对少年出手 否则就成了 否则就成了以多其少 将来要是传到了江湖上 自己的颜面 何存呢 所以 等冷月回去之后 他才盯着凤九道 小兄弟 就让老身来领教一下你的掌法 如何 你这是在向我下战书吗 凤九瞅着他 眼里并无半点尊敬的意思 可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挑战 我还不至于无聊到吃饱了撑着没事干 叶罗煞一愣 没想到他竟然会拒绝 偷到这种地步了 就算他拒绝 这一战又能躲过去吗 可再一想 他一张脸顿时变了颜色 变得十分不好看了 这臭小子 或者是臭丫头 这是在讽刺他 吃饱了撑着 还有 凤九的话 并没有这样停下来 一直是盯着叶罗煞 目光分明带着几分厌恶 哼 你们这种人 动不动就对人出手 还不许人家拒绝 自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天地 事实上要我说 真的是吃饱了撑的 别人为什么要应战 被你打一顿 别人欠你的吗 就算是打你一顿 人家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那为什么还要跟你打 你自己手仰无处发泄 你找你男人发泄去 找我这种小鲜肉做什么 他撇撇嘴 这一次 念恶更重了 还一脸的嫌弃 抱歉 我这个年纪 又青春俊逸的青年才俊 对你这种老黄花 真的没什么兴趣 你能别缠着我吗 谢罗煞 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放肆的话 是因为 从来就没有人敢 至于那些 有资格跟他如此站着说话的人 怎么着 也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 又有哪个 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说话会如此轻巧 这样的挑衅 对叶罗煞来说 还真的是头一遭 我怎么了 我也不过是说实话而已 我对你没兴趣 就是没兴趣 你总不能逼着我喜欢你吧 凤九瞅着他一眼 似乎在打量 最后捏了捏鼻子 一把年纪了 就安分守己 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吧 别到处勾搭小鲜肉 你不觉得可耻 我还觉得恶心 你 你找死 这下叶罗煞哪里还忍得住自己的怒火 这家伙口口声声说 他勾搭他 说多嫌弃他 他什么时候想勾搭人了 他只是想打他一顿 再将他的舌头给割下来而已 这样的嘴贱 说他不是凤九儿 还真的让人不信 可他刚才与冷月交手 看着又不可能是凤九儿 要知道 离他们最后一次和凤九儿交手 那死丫头的武功也不过就是那样 短短半年的时间 绝不可能进步得如此神速 不过 不管他是不是凤九儿 如今叶罗煞被气到这个份上 这一战绝不能打 所以 他连招呼都不打了 哭的一声 一掌就照着凤九的面门拍去 竟然敢说自己长得俊异 敢因此而嫌弃他 这种黄毛小子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眼呢 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今日就算不杀了他 也得打着他满地着牙 跪在地上 让他磕头认错 叶罗煞出手 掌风明显比冷月要厉害太多 周围地上的枯枝败叶 被他的掌风卷了起来 就像是卷起了巨大的网 一同扑向凤九 坐在轮椅上的地翼 握着轮椅的扶手 指尖微微收紧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凤九的身上 他也是不确定 这少年到底是不是凤九儿 如果叶罗煞可以一试真假 他自然也是赞成的 不过 这少年一张嘴确实是太能说了些 如此跟叶罗煞说话不是自掘坟墓吗 当然 他也想看看 战青城到底有没有要出手相助的意思 凤九儿的武功 自然是万万比不上叶罗煞的 而叶罗煞如今又被弃成这样 一旦动手 若他真的是凤九儿 无人相救的话 他必死无疑 天涯会忍得住 不救一把吗 他是绝对舍不得看到凤九儿受伤 被欺负的 天涯到底会怎么做呢 定义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战青城的身上 一切不过只是电光火石之间 叶罗煞的掌力藏着巨大的真气 就连空气也似乎被他醇厚的内力 期待着啪啪的声音 狂风卷向白衣少年 已经到了村君一大地 可战青城却已经安静地站在一旁 只是看着两人 似乎真的没有半点要出手相助的意思 难道这白衣少年真的不是凤九儿 终于白衣少年出手了 他眼眸里见着叶罗煞的影子 长袖青 相较于叶罗煞的掌力 他送出去的掌风似乎弱得可怜 就连叶罗煞都觉得 自己是不是下手太狠了 为何这白衣少年的掌力如此弱呢 这么一来 自己这一掌必然会要了他的性命 若是换了别个 叶罗煞或许会心软那么一丢丢 或许会收回一点真气 可这该死的少年 刚才的话确实是太无礼 不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如何卸他心头之恨 风一声 双方的掌力触碰到了一起 周围的空气就像是凝固了一般 那些被卷起来的枯枝败叶 停在半空如同被浇住了一样 片刻之后又是轰的一声 一道身影斜斜飞了出来 他的一声落在地上 竟然是叶罗煞被击飞了出去 这 这 地义都差点忍不住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可惜他站不了 但这份震撼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这简直 简直让人不敢置信 他不是凤九儿 绝对不是凤九儿 短短半年的时间 凤九儿是绝对不可能武功进展到这种地步的 他只是一个身形和凤九儿 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年轻男子而已 如今再看 这身高也分明是不一样 这个少年比凤九儿要高上不少 时长老也是没有料想到 愣是正愣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变了脸色 快步冲了过去 将叶罗煞从地上扶了起来 公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78集 叶罗煞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一招之内输给了这个少年 一招 他绝对不是凤九儿 凤九儿就算是练到死 也绝对练不到这种地步 要叶罗煞承认自己一招输给了凤九儿 他宁愿死 所以眼前这白衣少年不过是一个身影 和凤九儿长得有几分相似罢了 更何况人家是个男子 十长老将叶罗煞扶了起来 再回头看了凤九一眼 心中百般滋味 这少年一招就胜了叶罗煞 没有弄虚作假 没有使诈 也没有用暗招 人家那是实实在在的功夫 公主都被他一招打败 自己就更加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所以要提公主出一口气什么的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凤九身上 但各有各的心思 冷月也是没想到 这死丫头竟然连叶罗煞都能打败 现在这四个人当中 大概也只有冷月 依旧坚持着眼前的少年就是凤九儿 虽然他如今看起来是个男子 身高也不像 但是他穿的长靴有点怪异 谁知道会不会是靴子里头大有玄机呢 也虽然他的脸和凤九儿确实不一样 但江湖上的易容数如此之高 他们当中的十长老也是易容高手 凤九儿会什么高超的易容数 也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 尽管他的脸看起来 确实不像是戴着人皮面具 但是冷月就是确信 他一定是易容了 姨父 他真的是凤九儿 冷月不死心 地义看起来 却是对此事兴趣缺缺的模样 他却盯着凤九道 请问小兄弟 是否便是天机堂的老板凤九先生 义父 你瞧 他连名字都和凤九儿只差一个字 冷月又低叫了起来 还说不是凤九儿 谁信呢 凤九懒得解释 这个女人他也不放在眼里 有本事打赢他再说 他虽然不怎么理会地义 不过此时也勉强地点了点头 没错 在下便是凤九 真是英雄出世傲年啊 地义这句赞叹是由衷的 叶罗沙哪怕是看凤九实在是很不顺眼 可如今这般 人家又不是真的凤九儿 他们还能如何呢 更何况 刚才也是真的冲动了 就算是凤九儿 乌鸦在这里 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是凤九儿 乌鸦是不可能看着他们欺负他 而袖手旁观的 那么到头来 也不过是他们和乌鸦的对决 可在这里的人 不管是谁 都不可能和乌鸦动手 所以 今日一动手 就注定是他们的错 就是输了 现在吃了亏 也是自己的问题 与人无有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定义也无心再去纠缠什么 只看着战青城道 有些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回去商量 若是军中之事 可找穆将军 若是别的事 以赴你便可处理 何须要本王回去 战青城看起来 一点都不愿意听他的 这冷漠的态度 还真是有点出乎凤九的预料 虽然九皇叔习惯了冷漠 但因为帝义是他的义父 又是师父 从前九皇叔对帝义 还是有几分恭敬的 为何这次看到 即使连一点点的恭敬的态度都没了 九皇叔虽然狂傲 可还不至于对着亲手养大的自己的长辈都这般无礼 现在的九皇叔是真的无礼了 虽然九皇叔用这种态度和帝义说话 凤九心情还是挺美的 但是还是忍不住要疑惑 帝义倒是好像已经习惯了他的冷漠和无礼那般 被战青城如此怼了回来 也没有见任何心情不好的意思 倒是好不容易将自己的气息 勉强缓和过来的叶罗煞 往前一步 扫了凤九一眼 目光才落在了战青城身上 木耳今夜不知去向 找遍大街小巷都找不到 有些事确实很重要 皇爷 还是先回去吧 战青城 这次连礼都不愿意搭理一下 这一位可是他的亲阿姨 这种态度也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虽然凤九看着 心情好像更好 不过 木木不见了 他侧头看着战青城 也不知道木木不见了 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现在的木木 是什么情况 他一点都不清楚 如果木木还没有恢复记忆 总觉得失忆之后的木木 有点像孩子 没准在外头就被人拐带了 所以还是早点将他找回来的好 我今夜太累 无法给王爷推拿 王爷不如先回王府吧 他柔声道 战青城哼哼 扫了他一眼 凤九当然知道 他就是不满意 自己总是将他推出去 但是现在不是还有重要的事情 等着他去处理吗 凤九心知肚明 如果事情不是那么重要 这四个人不会一起出来找他的 虽然他不喜欢眼前这四个恶人 但是他对九皇说的事情 依旧是关心的 王爷 下回再见 我给你做好吃的 如何 战青城 都松了一口气 却又忍不住多看了凤九一眼 这少年竟然可以让乌雅改变主意 也是真的了不起 不过 人家确确实实不是凤九儿 乌雅喜欢跟他相处 多半是看中了他酷似凤九儿的身影 想一想 如此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 一想到之前的半年 九王爷疯了似的到处去寻找凤九儿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 那疯狂的举动实在是让人很担忧 现在他虽然找不到凤九儿 却找到了一个感觉像极了凤九儿的人 至少人是愿意安定了下来了 走好过还要到处去寻找凤九儿 日夜不分 最重要的是凤九是男子 他们以后顶多就又是手足之情 只要凤九不作妖 留着他也无妨 叶罗煞看了第一一眼 第一点点头 叶罗煞这才又狠狠地瞪了凤九一眼 走了 第一见冷月没有任何动静 便提醒道 走吧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七十九集 第一已经在催促冷月离开 冷月却依旧只是盯着凤九 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是凤九儿 他绝对是凤九儿 刚才尊主竟然听他的话 试问这个事上有多少人可以真的劝得了尊主 从冷月认识战青城到现在十几年了 尊主一意孤行的事情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将他劝服的 就连义父都不可以 直到大半年前 忽然就冒出来这么一个女子 她竟然就能够做到连义父都做不到的事情 每次尊主闹脾气 甚至是心情不好 心里闹别扭的时候 就只有凤九儿可以将他劝服 明明就像是哄小孩那般 别人看着就觉得幼稚 可是他们家尊主就是吃这一套 只有凤九儿 可现在竟然莫名其妙的又多了这么一个凤九 这算什么意思 这么明显的信号 义父和叶罗莎都没有看出来吗 凤九分明就是凤九儿 否则尊主怎么可能会让他哄得如此听话 月儿该回去了 第一见冷月一直不动 便加重了声音 冷月终于是清醒过来了 狠狠狠的咬了咬唇 见战青城已经走远 他也只能推着地翼离开了 和凤九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扫过来一道冷嗖嗖极其阴狠的目光 他就是凤九儿 别以为他看不出来 他一定会找到办法 逼得凤九儿现行等着瞧 凤九只是淡淡的迎上他的目光 甚至冲他极其轻柔的一笑 就算他真的就是凤九儿 现在有谁相信他 冷月没想到 他竟敢如此大咧咧的挑衅自己 恨不得冲过去将他给撕了 却被地翼冰冷的声音 硬生生的阻止了脚步 这一步如人还想继续出手吗 义父 冷月都要气疯了 刚才一定只是自己不小心 太过于大意才会输给凤九儿 再来一次他一定不会输的 走吧 地翼一排轮椅的扶手 这次不需要冷月去推 轮椅也飞快地往前滚了出去 冷月只能咬着唇快步追了过去 走远了 冷月依旧是不死心 盯着坐在轮椅上的地翼 以肚子的委屈 义父 他真的是凤九儿 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他不是 地翼不想与他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沉生道 你若再闹 义父就要生气了 这丫头明明已经好了半年 怎么今日竟然又变得那么奇怪了 半年前他确实觉得这个丫头已经不适合配给乌鸦 可这半年来冷月始终是安分守己的 在大家面前也是乖巧伶俐的 地翼又觉得或许他之前只是一时冲动 但现在 今夜竟然好端端的又回到了半年前的状态 实在是让人放心不下 冷月瞥见他冷嗖嗖的侧脸 立即就想起来自己这半年来过的日子 半年了 小心谨慎 生怕自己在说错什么 做错什么 在每个人面前都表现得如此温柔柔顺 他当了半年的贤惠女子 今夜也不知道怎么又开始失控了起来 一切都要怪凤九儿那个贱女人 但如今确实不能再让义父生气 毕竟将来自己是不是能够嫁给尊主 义父的意见作用可是很大的 他至少先不能失去这个大靠山 抱歉 义父 我只是有点太震撼了 一瞬间的时间 他又恢复了温婉的模样 浅笑道 只怪那位凤九先生的身影 太像九儿了 呃 是月儿错了 人都走了 凤九才举步往天机堂的方向过去 今夜 见到这些人 心里多多少少有点烦躁 不过 一讲到九皇叔如今的处境 倒也没有那么暴躁了 其实最烦躁的是九皇叔 不是吗 九皇叔明显对这些人有意见 可惜因为夜罗煞和帝义 与他的关系 一个是亲姨 一个是亲叔 如今他父母不在 除了木木 他们两个便是他最亲的人 九皇叔能如何 九皇叔的无奈才是真的让人心疼 夜很深 午夜早就过去 抬头看了眼愈发浓郁的月色 凤九收敛起了杂乱的心思 加快步伐 施展起了轻功 很快就回到了天机堂的后门 从后院进去 还能够隐隐地感受到几个护院的气息 不过 以凤九现在的轻功修为 他若不想惊动任何人 这几个人也是不可能发现他的行踪的 今夜 有几分烦躁 不想解释 所以他没有惊动任何人 那四个人急匆匆来找九皇叔回去 是不是又出了什么大事 是难题吗 木木究竟去了哪里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半年了 有什么伤也都该好了 是不是 快到卧房的时候 凤九却忽然气息一脸 脚步收了回来 房间里有人 气息沉稳 没有任何杀气 甚至没有一点点的敌意 只是这份感觉竟然说不出的熟悉 他 凤九在驻步片刻之后 忽然加快步伐将房门推开 他还没想到 要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家伙 甚至还没有想到说辞呢 要如何去否认或者解释 更没有想到 他为什么会来这里 但 就在他什么都没想好的时候 这家伙忽然从椅子上疲跃而起 掌风瞬间袭来 不声无息 若是换了过去的凤九 大概被人一掌拍死了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半年不见 他的武功又进展了不少 本来就是绝顶高手 如今的内力 更是高深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凤九随手将房门关上 竟然对迎面而来的这致命的一掌 没有半点反应 原本平静无波的掌风 猛然卷死 犹如大风 刮起了他耳边掉落的碎发 啥地一声 脸庞都在发疼 只觉得是足以要人命的一掌 但他只是看着黑暗中那道身影 无动于衷 嘶的一声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被掌风给划破了 可就在那一掌 几乎要落在凤九儿身上的时候 竟猛地被收了回去 瞬间 房间又恢复了平静 如此寂静 静得连真交落地的声音 都能够入了两人的耳 不 落地的不是真交 而是他的发簪 长发滑落 犹如黑色绸缎 丝丝缕 顺滑无比 夜色中 凤九一张脸依旧像男子 可这一头青丝 也绝对是属于他的 属于真正的凤九儿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四百八十集 他有点无奈 自己的武功 虽然进步神速 但在九皇叔和睦睦面前 还是不够看 既然不够看 何必还要还手呢 木木如果真的有心伤他 如何反抗始终 也是要受伤的 木木若是无心 那么反抗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房间的热火 房间里的热火 并没有点亮 但对于两个绝顶高手来说 仅凭窗外 那点月色 也足够让他们看清楚彼此的脸 甚至脸上的表情 静 静得如此可怕 不知道过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低沉的男生 才缓缓地响起 九儿 他没说什么 走到一旁 将烛火点亮 那一头青丝 在他回眸的时候 瞬间映入眼帘 一刹那 眼眶几乎都要湿了 满头白发 倒进了多少沧桑 究竟是自己的错 若不是为了救他 也不会有这一头寒霜 他们都在找你 恢复自己声音的感觉 真的很好 不再需要刻意的压抑 不再需要小心翼翼 就这样 想说话便说话 无需经过声音的加工 原来压抑了这么久 忽然能够用回自己的声音 竟然可以在刹那间 轻松的 让人想哭 木木走了过去 真的很想 轻轻将他拥在怀里 可是 他浅淡的声音 却让他住了步 不是觉得 他对自己疏远了 而是这一刻的安详宁静 让人不忍心打破 最终 他走到椅子上坐下 看着他 那就由他们找好了 你以前不会这么任性的 凤九也走了过去 掂量了下茶壶 虽然还有点茶水 但他离开这么久 早就凉透了 也不能喝了 等我一下 我很快回来 不等 木木木立即站了起来 盯着他的侧脸 我可以不喝水 但不能再等 他怕再等的结果 是又要花半年的时间 四处疯狂的去寻找他 凤九瞅着他 这家伙的眼里竟然闪过了一丝 几不可见的惊慌 可他 还是看见了 捕捉到了他的不安 是怕他 忽然又走掉 又消失吗 木木对他的情意 他岂会不知 只是 都半年了 为什么不见减退 反倒 更浓烈了 我不会走 只是去给你泡一杯茶水 他拎起茶壶 想要出去 木木却还是跟在他的身后 凤九实在是有几分无奈 我保证 我拿我的人格来保证 你还有人格吗 啥 这话 怎么好像看到了以前的木木回来了 也不 失忆之后的木木 比从前还要任性 凤九浅叹了声 我还是 有那么一点的 你就等我片刻 大晚上的 我不想惊动到院子里的人 见他依旧不愿意坐下 他笑着 用哄孩子的口吻说 就等一下下 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回来 木木还是不说话 不过看着他的眼神 稍稍稍多了一点安心 哎 怎么越来越觉得 这个家伙和九黄叔的脾气一模一样呢 真不愧是兄弟啊 不对 半年前 在他失忆之后 他就觉得 他的脾气像极了九黄叔 横竖 就是两个没长大的孩子 凤九拎着茶壶走了出去 这次时间稍微有点长 就在木木快要忍不住追出去 找他的时候 他的脚步声回来了 你是一直站在这里 没有坐过 还是刚起来 想出去的 一直站在这里 木木没有半点隐瞒 倒也不是想要讨些什么 只是在实话实说 就是这样 傻不拉几的 两个兄弟都一样 同意厂家出品的 过来坐 放酒将小茶壶 放在茶几上 还放了一个小食盒 从里头取出来一些糕点 这个院子里别的不多 女生特别多 平时就喜欢吃点糕点点心什么的 所以厨子们 一向都会储备好一些 这些都是蒸好了 准备早上去送给各院的 说到底 现在已经快要天亮了 木木吃的一点都不客气 看这模样 竟然真的像是 饿了很久很久似的 昨晚何时来的 放酒给他添茶 看着他这模样就心疼 就像娘心疼自己的孩儿一样 很纯粹的心疼 不知 确实不知 或许是因为等得久了 连时间都忘记了 放酒也便不追问了 最近的事情似乎特别多 每日都有无数的事情在等着自己去处理 好像事情如此多起来 是在酒黄叔回来之后 没多久 桌上的盘子基本上都被一扫而空 酒儿给木木又添了一杯茶水 他一饮而尽 过了会儿才到 这半年 他一直在找你 找得很是疯狂 他差点就脱口而出 问道 那你呢 毕竟木木如今的脸色看起来 实在是不那么好看 和酒黄叔第一夜来到这里找他的时候一样 脸上泛着点点疲惫的惨白 就像是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似的 酒黄叔那夜睡过之后 第二日脸色就好看了许多 那他呢 不过 如今离天亮大概不到一个时辰了吧 别说了 你要不回去好好休息 要不就在这里歇息片刻 天亮之前 我喊你离开 我不睡 睡着了 便再也见不到他了 就算现在这张脸不是酒儿的 但是人确确实实就是酒儿 看着不属于他的脸 感受着他的气息 也是很好 你看起来很困的样子 凤九试图劝他 不睡 木木就是这么固执 虽然眼皮确实有点沉 也不知道为何 来到他的身边 就开始意识到了疲惫和困意 但就是舍不得将时间浪费在睡觉上 那好 你躺在长椅上 我们聊聊天 凤九将茶椅上的东西稍微收拾了一下 指着指不远处的长椅 这一次 木木没有拒绝 立即往长椅上一躺 刚躺下去 便感觉到了深沉的溃疑 铺天盖地袭来 他终于还是闭上了眼睛 他那两片微凉的薄唇依旧是不愿意妥协 我就闭上眼 我不睡 怎么有种小孩子在说赌气话的感觉呢 在外头的时候 一个个沉着冷静 是让敌人文风丧胆的战神王爷铁血将军 在他这里 却都成了幼稚鬼 久而在香炉上放了一点药粉 香炉的烟雾鸟鸟升起 连他都几乎开始有那么一点点困意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